第576章正义的理由 战争 战争 那句话 质地有声 几乎所有在发布会现场的记者 第一反应都是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当确认了自己没有听错时 全场顿时一片哗然 新国 不 新环贸易公司对菲律宾宣战 面对那一双双难以置信的视线 站在讲台前的新闻发言人则显得非常平静 在拿到新闻稿的时候 他同样震惊 同样诧异 但当他读完了整篇新闻稿后 他的脸上却只剩下了平静 战争 永远只能用战争来回应 就在科罗岛星环贸易总部门口 被记者们赌得水泄不通的同时 我们那位重伤的主角在哪里呢 此刻 距离医院十公里外的海景别墅内 将陈正悠闲地躺在阿依莎清凉的大腿上 一边吹着海风 一边享受着轻柔的韬儿 偶尔扫过脸颊的发丝 与那凝望在脸颊上的视线 着实让人感到有些痒痒的 无论是心理上还是生理上 之所以江陈以此时此刻会如此的悠闲 其实是有原因的 毕竟现在他身受重伤 正在接受治疗 至少有一段时间 他没法直接出现在媒体面前 当被摩洛国游击队带回安全的打卧港时 江陈见到了亲自赶来接他的一万 从黑鹰直升机上全副武装的小伙子们来看 他们显然已经做好了大干一场的准备 如果菲律宾政府拦截 他们就将在舰炮和战机的支援强行登陆 从桑托斯和其他游击队士兵的眼中 江陈看到了他们对星环贸易士兵精良装备的羡慕 见到这一幕 江陈突然念头一动 一个计划在心中渐渐成形 一个非常危险的计划 他当时就走到了桑托斯的旁边 勾着他的肩膀走到了一边 想不想早点结束这场内战 当时桑托斯心中的那个机动 简直是没法用言语来形容 虽然游击队已经日渐壮大 但面对在火力和兵源都占据优势的菲律宾陆军 战况依旧非常的不明朗 见星环贸易打算进一步帮助自己 桑托斯哪里有拒绝的道理 虽然脸上没有任何的表示 但这个身上绑着谭家的壮汉 立刻握住了江陈的手 表示绵懒唠岛的人们 会记住你们的慷慨 与我们之间的友谊云云 当然 江陈要的可不是什么友好声明 星环贸易将以雇佣兵的名义 派出军舰 空军 甚至是陆战队队员参与内战 用金依旧适用矿山限时开采权或矿石支付 不过江陈很厚道地表示 只收取成本价 对于摩洛国的唯一的要求 那就是夺取卡加盐市的控制权 即便江陈不这么要求他们 他们也会这么做的 卡加盐市是卡加盐河的北部入海口 眺望卡加盐群岛的冲耀 唯一的分歧只是在于 夺取卡加盐市的时间 毕竟这座城市现在正爆发恐怖的疫情 对于进入这座城市 游击队士兵普遍存在着抗拒心理 另一方面为了封锁这座城市 牵制了菲律宾三个市的兵力 从兵法的角度来讲 这时候应该做的 显然不是攻击重兵驻扎的卡加盐市 而是将作战的重心向东转移 收复棉兰牢岛的东北部地区 不过江陈可不管这么多 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意见 桑托斯先生 我们是来帮你结束这场内战的 而不是帮你打消耗战的 如何快速结束这场内战 那就是集中火力 一拳把对手揍趴下 然后拽着他们的脖子 将他们按在谈判桌上 可是我们没有足够的兵力 对抗三个时 桑托斯苦笑道 我们有 顿了顿 江陈补充着继续说道 足够的火力 现代战争从来都不是依靠人口取胜的 虽然星环贸易的士兵 总共不过两千余人 但战斗力却是毋庸置疑 最终桑托斯向江陈妥协了 他答应会派出一个士的兵力 协助星环贸易的陆战队 夺取卡加严士的控制权 但相对的 如果战损超过40% 他们将撤退 而江陈则是自信地表示 这种事根本不可能发生 至于开战的借口 他也已经想好了 既然舆论普遍认为是 菲律宾误将客机荡成华国的侦察机 错误地发射了防空导弹 将其击落 那么江陈这边不介意在天油加醋地上拔火 将舆论导向更为险恶的方向 菲律宾在得知该客机中 做着星环贸易的董事长江陈后 却出于报复心态发射了防空导弹 对于非方罔顾无辜者的性命 为自己的犯罪行径狡辩的行为 星环贸易将用战争回应 为了查明病毒扩散真相 为了早日研制出疫苗 对于病毒扩散意识的卡加严士 江陈是在必得 他绝对不允许有人将这里变成第二个末世 无论是为了他的财富能够保值 还是为了对抗那艘正在路上的殖民舰 虽然很抱歉 但只能请菲律宾背上击落客机这口大锅了 于是乎江陈便与桑托斯一万商量好了 一起在媒体面前演了这出戏 而此时距离空难已经过去三天了 别动 马上就好 换上了棉棒 阿依莎专注的为舒服的快要睡着的江陈 清扫着耳阔上的污垢 十分钟前 非方外交部发出警告 称星环贸易的危险发言将被视作战争挑衅 他们已经调遣马尼拉舰队前往新飞边境 真的没问题吗 坐在一旁的躺椅上 夏施宇推了推鼻梁上的黑框眼镜 装作没有看见阿依莎的吸枕 抱着平板汇报道 没问题 菲律宾的军舰就是个笑话 江陈摆了摆手说道 美国呢 在国际关系学方面 夏施宇还是个新手 所以在提醒江陈时用的是疑问语气 美国不会出手 江陈肯定地说道 或许他们想出手 但在一小时后他们就会改变这个主意 就在夏施宇准备问为什么他会如此自信的时候 别墅阳台的玻璃门被打开了 病人先生需要冷饮吗 穿着护士服走进来 柳瑶戏谑地说道 有三道视线落在了他的身上 属于夏施宇的冰冷 阿依莎的欣赏 还有江陈 总之惊呆了 这件护士服属于阿依莎的收藏品 尺寸自然也是按照阿依莎那娇小的体型而设计 此刻穿在身材傲人的柳瑶身上 明显是有些拘谨了 圆润的臀线与下摆紧紧贴合 分不清是D还是G的豪 而简直要从那浅薄的布料中跃然而出 看着柳瑶穿着这件明显要小上一号布纸的护士服 江陈突然发现意外的河身 似乎是察觉到了夏施宇赤裸裸的视线 柳瑶故作不知地笑了笑 用手指勾了勾领口 有些小了呢 五 夏施宇扫了一眼柳瑶的胸部 薄唇不由沮丧地抿成了波浪型 然而受到打击的似乎不只是夏施宇 就连无辜的阿依莎也露出了沮丧的表情 至于柳瑶为何会在这里 还得从昨天说起 这小妞刚从新闻上得知江陈遭遇空难重伤的消息 便心急如焚地立刻乘飞机赶往了新国 因为看着站在医院门口哭泣的她样子实在是太可怜 阿依莎便将她带到了这里 见到安然无恙的江陈后 虽然对于自己被蒙在鼓里傻傻地白担心感到气恼 但聪慧的她立刻就明白了其中的缘由 并主动提出留在这里 照顾这位暂时不便露面的病人 同时在媒体面前保守这个秘密 对于柳瑶如此担心自己 江陈虽然嘴上没任何表示 但心里还是很感动的 只不过夏诗宇似乎对于又多了一位竞争对手这件事 感到非常非常的不满 而面对这位不善于表达自己感情的女强人 柳瑶似乎并不在意她对自己那若有若无的醋意 反倒是对戏弄她感到兴致勃勃 微风拂面望着风平浪静的海面 坐起身来的江陈从桌上取过了平板 今天天气不错呢 阿依莎收起了掏耳勺 轻轻聊起了耳机的发丝 是吗 不过马上就要变天了 漫不经心地说着 江陈打开了平板 与此同时 3.6公里万公里外的天眼X1 将它的镜头对准了西太平洋的海面 在那一望无际的蔚蓝上 正上演着4与101的对决 第577张电磁炮之威 蔚蓝的海面 101艘舰艇缓缓停在了新飞边境 在旗舰的指挥下 他们摆出了迎敌的阵型 菲律宾主要的海军力量是一些西方的退役舰艇 比如美国的扫雷舰 英国的巡逻艇 还有一些法国 美国二战时期的坦克登陆舰 以菲律宾海军最大 火力最强的拉甲狐马帮号护卫舰为例 这艘堪称传奇的护卫舰前身 是美国二战时建造的坎农级护卫舰 1955年美军将其交给日本 日本海上自卫队命名为初日号后 一直使用到1975 1978年该舰被日本移交给菲律宾 先是托制韩国进行大修及现代化改装后 于1980年在菲律宾再次服役 算是不折不扣的三手货 一根骨头喂了两条狗 该舰装备三座MK22型 76毫米敞开式舰炮 射手暴露在外 得不到基本的装甲防护 三座伯福斯 40毫米双连高频炮 六座恶力孔 20毫米高频炮 四挺12.7毫米机枪 都是二战美国海军标配 不过作为非海军主力的 还是两艘美国海岸警卫队淘汰的 汉密尔顿级巡逻舰 2011年8月 美国刚向菲律宾移交了一艘 退役汉密尔顿级巡逻舰 这艘美制二手军舰 被菲律宾更名为 格雷哥里奥德尔皮纳尔号 算是非海军中最先进的军舰 然而 装备的落后 并不能阻止他们心中 对于新国的藐视 硬碰华国 他们或许会虚 但打新国 这大丸小国 他们根本不虚 主要作战舰艇51艘 辅助舰艇50余艘 百余艘战舰 在西太平洋的 新飞边境 一字排开 海军士兵昂首挺胸 持枪助力甲板 颇有一股 王之军事的气派 担任作战司令的是赫苏斯米莲少将 其在菲律宾政坛 也算得上是年轻有为的一派 在其担任非海军司令一职期间 曾派出海军陆战队与美军联合举行登陆突击演习 提出前线第一战略 坐滩耍流氓战略 在距离争议群岛 紧摆于海里的乌鲁干湾 搞建军116周年庆典 并筹划在该地建设海军基地 站在作为旗舰的 汉密尔顿及巡逻舰的指挥舱塔内 赫苏斯上将整了整自己的海军帽 副手眺望着宁静的海平面 对于一场压倒性的战争 他正在思考该以何种方式 羞辱那些不自量力的对手 菲律宾需要一场真刀真枪的胜仗 来向世界展现他的海军实力 以震慑屡屡骚扰其国境的萧小之辈 守护及护卫舰 是很强没错 毛子的武器一向很粗狂 不过听说那些蠢货 拆掉了舰上的100毫米A190舰炮 换上了一门根本看不出是什么玩意儿的火炮 宽扁的炮身就像个躺着的阴差 赫苏斯不认为那玩意儿会对自己坐下的这艘 汉密尔顿巡逻舰产生威胁 少了最重要的主炮 仅仅凭借两艇14.5毫米机枪 就算是守护及护卫舰又能做得了什么 赫苏斯可是清楚得很 虽然毛子将船卖给了江陈 但舰上的防空导弹和反舰导弹都是拆除了的 毕竟这些装备都属于军事机密 就算是生意上的朋友 俄罗斯也没道理做到轻囊相受的程度 副官走到了他的旁边 干净利落地行了个军礼 5架F-50已经抵达上空 进入巡航模式 于差异请求攻击命令 赫苏斯笑了笑 没有回答 却是问起了无关的问题 罗兰多 你来说说 出席庆功仪式穿什么颜色的西装比较得体 罗兰多愣了愣 随即愉快地笑道 我推荐蓝色的那件 和我的想法一样 那是我最喜欢的一件西装 一边说着 赫苏斯一边眯着眼睛望向了远处的海平线 用古老的塔加洛宇引起了一首打游诗 我们的勇士已经跃跃欲试 而对方还在路上磨磨蹭蹭的 然而这位上将显然没什么文学天赋 还没两句便卡了词 旁边的船长 大副都在看着 赫苏斯的表情 不由有些尴尬 站在一旁的罗兰多健壮 立刻点头哈腰地解了上司的围 磨磨蹭蹭的就像是上刑场 没错 就像是上刑场 赫苏斯哈哈大笑地拍了拍罗兰多的肩膀 很高兴自己的部下如此拾去 不等了 传我令下去 全剑向前 航速六节 他们不来 我们就打过去 还有我们的航空编队批准出战 遵命 罗兰多挺直了腰板 兴奋地战红了脸 对着对讲机扯开了嗓门 这里是指挥塔 鱼插腰 目标对方旗舰 批准出战 鱼插一 对讲机的那头一片盲音 罗兰多的脸色渐渐变了 他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 就在这时 指挥塔外的甲板上 有人尖声惊叫地指向了晴朗的天空 那是什么 白云间一架战机呼啸而过 耳后两朵火花于空中绽放 在那纷飞的碎片上 铭刻着FA的字样 在一道道惊恶的视线中轰然入海洋 如虎入羊群 极光二灵机炮如立爪般撕碎着 FA50那脆弱不堪的装甲与信仰 用高机动重复着这个轮回 交火的一瞬间就被击坠两架 剩余的三架FA50已经意识到了这装备上的差距 试图摆脱红外导弹的锁定 然而两架极光二灵没有给他们逃跑的机会 五道尾燕在空中旋转着交错 一瞬间的交锋 三团火花再次乍响于晴空 反映过来的菲律宾舰队 立刻向天空宣泄出呈黄色的弹雨 然而极光二灵却如海燕般灵巧地躲过 投下两枚航弹后便迅速拉升于云端之上 热又弹于空中飞舞 错乱了那一道道追来的防空导弹 拉甲胡马帮号护卫舰重弹 弹药舱起火 啊啊 凯米拉反前舰重弹 甲板断裂 赫苏斯面色铁青 因为信息量太大 一时间他完全接受不了 先前的游刃有余已经被粉碎带尽 颤抖的手指抬起 他整了整自己歪了的海军帽 然而怎么都戴不好 长官 船长同样面色苍白地看着赫苏斯 他心中的不祥预感越来越强烈了 然而无论如何 撤退这个词 他怎么也说不出口 就在这时 一变再次发生 一道橙黄色的湖光滑破寂静的海浪 毫无预兆地从航行在舰队前列的汉密尔顿巡逻舰 侧面穿过 留下了一道猙獰的窝口 船体被炮弹庞大的动能撕开了钢筋骨架 推得倒向了海面 海水疯狂地涌入 瞬间淹没了这艘被菲律宾视作骄傲的搏来舰 赫苏斯面色已经变成了蜡白色 脸上再也看不见先前的字符 他的副官罗兰多则已经忘记了言语 瞳孔呆滞地望着那风平浪静的海面 他们甚至没能看清对方舰船的影子 便被侧面飞来的炮弹打了个对穿 是的 这是一场不对称战争 只不过 不对称方的身份不属于他们 而是属于对面 快跑 那虚妄的骄傲被粉碎殆尽 赫苏斯用最后的勇气 对着对讲机喊出了这句话语 菲律宾的海军开始分散 然后掉头逃离 然而已经抵达战场的两艘守护级护卫舰 不会让他们得逞 高高扬起的50是J型舰载电磁炮 不断地重复着充能与射击 橙黄色的弹道在地球引力的牵引下 划出一道大曲律的弧线 在天眼X一卫星的观测下 收割着仓皇逃离的菲律宾舰艇 两艘击落级潜艇游易在战场的边缘 用鱼雷射杀着那些试图逃离的舰艇 如渔船驱赶渔群 属于菲律宾海军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钢铁的碎片在海浪中若隐若现 哀嚎与祈祷被一同淹没在那此起彼伏的爆炸声浪 火光与海面绽放 映衬着天边烟红 一时间竟是让人分不清哪里才是晚霞 第578章封锁中的卡家炎 全城隔离的恐惧 就像是瘟疫一样在人们的心中蔓延 虽然菲律宾增派了两个师的兵力控制住了局势 但死亡的阴影依旧在人们的心中挥之不去 数十万的城市就只剩下了这么七万余人 东城区已经全面沦陷 西区也沦陷大半 政府军士兵用一晚上的时间击退了进攻的游击队 又用一整天的时间在西城区的南区附近 用铁丝网拉出了一条隔离带 确立了安全区 空难后的第二天 政府军在全城拉开了隔离网 将丧尸限制在了卡家炎市的范围内 与此同时 黑鹰直升机沿着城市环绕 贴着交战的前线搜索漏网之鱼 与此同时 菲律宾政府派出了运输机 向丧尸占领区域空投了人道主义救援物资 以及由卫生部印刷的小册子 指导幸存者如何在丧尸占领区求生 在面对灾难时要保持信心等等 预计依旧有一万余人 在沦陷区挣扎 他们或是未感染者 或是对病毒先天免疫的幸运儿 无论如何 他们的情况都很危险 然而菲律宾政府已经分布出更多的直升机进行救援 因为病毒的危险性和内战影响 就连国际救援组织的人也不被允许进入 生活在安全区内的人同样不好受 7万余人生活在不过数平方公里的隔离带内 不被允许离开城市 生活空间极度拥挤 生活物资匮乏导致治安混乱 在绝望中 人类丑陋的一面被暴露得淋漓尽致 人们为了一核抗生素而打破头 为了一块面包出卖肉体 负责卫生检查的清理者 掌握着所有人的生杀大权 分配救援物资的后勤兵能自由决定谁会挨饿 除了那些一般不靠近居住地的士兵 他们就是安全区里的土皇帝 任何媒体都不被允许进入隔离区 这里发生的一切都无人知晓 没人知道隔离会持续多久 他们体内或多或少都潜伏着丧失病毒 只不过没有爆发而已 相对于整个社会来说 他们都是危险的 至少在疫苗被研制出之前 他们都无法回归社会 这便是绝望的根源 此处与集中营无异 而从情况恶化到如此地步 只用了短短两天 第三天 卡加严市局势已经控制住 第21步兵师开始向南推进防线 同时 第14师分出了一个机械化旅的兵力 从安全区向卡加沿河推进 收复跨河大桥 然而行动指挥官显然低估了丧失的实力 该机械旅还没能抵达大桥 便遭遇了惨重的伤亡 按理来说 拥有热武器的士兵 在面对丧失时 是不会落于下风的 但事实并非如此 菲律宾陆军装备虽然不像海军那般糟糕 但训练水平却是出了名的低 这一点不但是体现在枪法上 同时在应战素质上 像手无寸铁的平民开枪 即便有上级的命令 执行命令者也将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 这种压力来自于长久以来建立的道德观 来自于法治社会的约束 他们知道这是不正确的 却不得不这么做 不少人因为承受不住这血腥的压力 扣着扳机扫射尸群 将恐惧宣泄在火力中 忘掉了射击头部的命令 在面对丧失时 犯下这样的错误是致命的 最让这些士兵崩溃的是 他们不得不对那些被丧失咬伤的战友扣下扳机 没有任何药物能够抑制感染 结束他们痛苦的方法只有死亡 至少目前是如此 为什么不用支援火炮协助推进 因为那该死的人道主义 只要城区内还有一位平民 只要外面的世界还是文明社会 菲律宾政府军就不能对自己的城市开炮 无数双眼睛盯着他们 政客不允许他们这么做 媒体也不允许他们这么做 倒不如说 对那些患者开枪而非使用麻醉剂 他们就已经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卡加严氏就是一座烂摊子 而且是不得不管的烂摊子 阿基诺不止一次极端地想过 干脆一把火烧掉整座城 将那些疯子和病毒一把火全烧掉 除非他想面对反人类罪的指控 就在十四师的第三机械化旅 带着低迷的士气回到安全区后 非外交部收到了星环贸易方面 递出的宣战报告 三小时前 在新飞边境摆开阵型的海军编队被全灭 两个半小时前 非方总统府反复向海军司令部 确认了该消息的真实性 两个小时后 该消息传到了驻扎在卡加盐市的第二军陆军司令部 与此同时 星环海军陆战队开始在达沃港登陆 此刻 艾里贝利中将正站在临时指挥部内 召开简单的作战会议 就在这时 一名军官走进了军营 打断了正在进行中的会议 怎么了 卡维勒中士 卡维勒中士行了个军礼 立正站好后汇报道 根据美方卫星拍摄的画面显示 突破海军封锁后 星环贸易海军陆战队士兵已经在达沃港登陆 疑似有火箭炮等重型武器上岸 美军方面呢 这是艾里贝利最关心的问题 斯坦尼斯号航母暂时没有动静 白宫方面表示 会通过卫星对我们的作战提供情报支援 并在外交斡旋解决问题上提供协助 卡维勒答道 这帮背心弃异的胆小鬼 艾里贝利骂道 将记号笔摔在了地图上 江陈目前昏迷不醒 美方之所以会做出这种随境策略的考虑 一方面是担心失去领导的星环贸易 做出出格反应 另一方面则是不确定其战斗力 守护级护卫舰的电磁舰炮 与极光20的作战性能 震惊了通过全球英无人机关站的斯坦尼斯号航母 因此白宫方面不得不重新评估新国的实力 同时讨论是否调整对新国的外交策略 汉密尔顿巡逻舰虽然是他们海上警卫队淘汰的舰种 但被一炮打了个对穿还是有些太过于害人 尤其是这种半驱射火炮不像是导弹 无法靠反导设备防御 在不确定斯坦尼斯号航母能挨上一发之前 他们不打算冒这个险 毕竟他们在南海真正的对手是华国 即便他们解决掉了新国的海军 如果部署在南海周边的航母战斗群受损 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 是的 他们并不认为那两艘守护级护卫舰 是斯坦尼斯号航母战斗群的对手 毕竟在牛逼那也只是两艘护卫舰而已 相比起作战功能全面的航母战斗群来说 他们的能力还是太渺小了 可同样没有人怀疑 被这两只蚂蚁咬上一口会很疼 需要讨论的事还有很多 只不过在他们得出结论之前 大概星环贸易的士兵已经将菲律宾揍下了 这就是闪电战的精髓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坐在指挥桌前敌卢德尔旅长 将记号笔拾起 递还给了艾里贝利中将 不怎么办 艾里贝利扬起了眉毛 拿起记号笔在深入棉兰老岛的卡加沿河三个拐点上画了三个圈 这三处地段 第21步兵师已经在此建立防线 部署有防空炮与机枪火力点 我需要你们 带着第15山地师从卡加沿河东侧山路穿过 在这五个点部署新的美军支援我们的中距离防空导弹 以及步兵火炮阵地与西侧沿河布防的第21师相互侧应 另外 把东北战区的第101庄甲旅调往卡加沿市郊区 一旦对方集中力量攻打我们沿卡加沿河部下的防线 就把第101庄甲旅向南推进 配合第19空降旅进攻达沃港 将那些狂妄的新国人撵到海里去 让那帮窝囊的海军见识见识咱们陆军的实力 如此一来 从达沃港通向卡加沿市的道路将被两个师的火力彻底封死 任何试图闯入的部队都将付出惨重的代价 防守吗 这场战争大概得打多久 军需官转着笔 看着艾里贝利问道 没准半年 也许只需要一个月 艾里贝利说道 如果那些外行一窝蜂地扑进我们的防线 没准只需要十天 见会议差不多结束 一名长相粗犷的军官开玩笑道 艾里贝利嘴角勾起一抹自傲的笑意 对于他手下的发言 他非常认同 虽然他不认为对方会如此愚蠢地送死 再怎么说 菲律宾的军事力量在全球也排在25名 这还是在被海军那些帮废物拖累的情况下 虽然这个排名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 但面对完全没有摸上榜单的新国来说 他们完全不虚 就在菲律宾坐着防御部署的同时 两艘守护及护卫舰已经抵达达沃港附近海域 50是J型电磁炮已经架起 等待着射击的指令 一夜的修整 一千余名身穿机械外骨骼的星环贸易士兵 已经搭乘登陆艇进入达沃市 进驻摩洛国为他们划定的驻扎区域修整 十数架大中型运输直升机 也已经在空地上待命 等候着出击的指令 绵兰老岛多山地丛林 不便于使用装甲单位作战 这一点对于摩洛国游击队和星环贸易来说 都非常的有利 戴着墨镜与将军帽的伊万乘坐黑鹰直升机 再次抵达了达沃市 这次他是以战地指挥官的身份抵达 摩洛国第五步兵师师长乘车抵达机场接机 两只强有力的手重重地握在一起 准备完毕 准备完毕 摘下墨镜 伊万将他插进了领口下的兜里 那么作战开始 第579章死亡之语 丛林中两名端着步枪的士兵正靠在树旁 警戒着四周的动静 他们的身后是四连装防空机炮 这种东西在面对战斗机时很无力 但一旦形成了数量 就算是四代机也不敢轻易俯冲密集的火力网 防空机炮的旁边摆放着一箱尖扛式毒刺导弹 这是美军提供给他们的军火 算作是对飞军近距离防空能力的补充 周围很静谧 只有亚热带丛林特有的虫名 炎热的气温很容易让人犯困 为了不打瞌睡 两名士兵小声聊起了天来 你觉得会打多久 不知道 没准两个月或者三个月 真是麻烦 为什么我不是十四时的赶走了步枪上停着的花蝴蝶 诺塞湖男人烦躁的碎语道 十四时 和感染者待在一起很有趣吗 我记得去的人都必须签字怨书 直到疫苗出来之前 进去了就出不来了 另一个看起来年轻的男人将步枪扛在了肩上 笑着说道 你不懂 诺塞湖咧嘴笑了笑 凑近了过来小声道 清理者在里面就是土皇帝 不过清理者还是危险了点 被经常和感染者打交道 最吃香的是搞后勤的 那些安全区里的女的 嘿嘿 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得了吧 万一永远出不来了呢 那就不出来了 洛塞湖干脆地说道 我还有女朋友 微风吹过 男人扫尸了一眼安然无恙的灌木丛 不感兴趣地说道 进去了 你可以有很多女朋友 洛塞湖也遇到 插科打混的两人 谁也没注意到 透明色的幽灵 正从二人的身旁前行而过 扭扣大小的红外指示器 被安置在了二人的身后不远 那点点红光在灌木丛的掩饰下 就如同栖息在棕榈木上的金龟子一样 微不可查 所有指示器安放完毕 幽灵特工抵达战场边缘后 乘坐小型直升机离开战场 在直升机上 它打开了通讯器 信标已经放置完毕 与此同时 万米高空之上 极光20飞行员结束了巡航 伸手打开了红外仪 收到 黑白色的屏幕上 数十个红色方框标 一瞬间锁定了 那一个个白色的信号源 飞行员检查了下雷达 确认打击半径和高度后 伸手打开了保险盖 拇指轻描淡写地 按下了红色按钮 这里是射手2 型号MXJ11 开始投弹 机舱底部打开 涂着红漆环的炸弹 与弹架分离 没有绚烂的尾焰 从天而降的它 只如一个不起眼的黑点 当高度下降到2000米的瞬间 炸弹外壳瞬间解体 释放出空腔内的子弹体 就如同波种机洒落的种子 在翠绿的丛林中 绽放鲜艳的花卉 它名为死亡 爆炸的火光毫无预兆地 铺满了目标区域的丛林 弹片与火星在林间穿梭 撕碎了爆炸范围内的一切 它降下死亡之余 NXJ-11绰号天花 中1200磅分高爆型和穿甲型 属于泛亚合作的 末端制导极数炸弹的仿造品 一颗NXJ-11中包含有88颗 带末端制导装置的子炸弹 当其投抛至特定高度后 可释放全部子炸弹 在智能程序的筛选下 肃清目标区域内全部锁定目标 74处防空火力点 在一瞬间被塑清 空袭来自万米高空 站岗的哨兵甚至来不及 根据爆炸声握倒隐蔽 因为爆炸的光芒太过炫目 飞行员随手关掉了红外仪 点了下头盔上的脉 这里是射手2 防空火力点已经清理完毕 射手3 4收到 进程对地攻击开始 射手1 5 对方的小鸟交给你们了 收到 那么 狩猎开始 4架战斗机冲破云霄 自苍穹向下俯冲 一连串的爆炸炸毁了 飞军21师的全部防空火力 也炸猛了所有埋伏在林中的 菲律宾士兵 没有给他们很多的反应时间 空袭的呼啸声有远极近 发现敌军飞机 该死 他在向我们的人开火 我们的防空炮在哪 我们需要支援 匍匐在沙袋背后 观察员扯着嗓子 对对讲机吼道 对面没有回应 他不会看到 野战指挥部的营房内 带着军官帽的长官 已经倒在了血泊中 与旁边躺着的副手和保镖一样 他的额头上闻着圣人的血洞 而身为作案凶手的幽灵特工 早已离去 空袭的呼啸声 回应了那名观察员的吼叫 匍匐在他十数米开外的步枪手 在27毫米机炮的扫射下 与作为掩体的沙袋 一同化作了灰烬 接着 他又看到了石团火花 从天空坠落 那爆炸毫无疑问 属于菲律宾空军的FA-50 那是他们引以为豪的神器 由韩国根据T-50精英战斗机 改装的四代机 苏标 五代机 象征着韩非两国之间的友谊 不过现在已经变成了碎片 达沃港的方向 依法发火箭弹次第升空 在菲律宾士兵绝望的是 线下覆盖在他们阵地的上空 然而让他们诧异的是 这些火箭弹并没有对他们造成伤亡 就像是哑火了一样 在空中只是闪烁过一瞬间电流的弧光 匍匐在掩体后的观察员 刚想把消息汇报给战区后方的尸部 可马上他便愣住了 对讲机就像是坏掉了一样 不只是对讲机 包括GPS 手表 全息瞄准镜 甚至是他的手电筒 全都失去了作用 他的脸上立刻浮现了见鬼了一样的表情 在现代战争中 失去了信息就意味着失去了一切 十数公里的战场宽度 失去指挥系统的士兵 就像是被关进笼中的老鼠 在黑暗与混乱中等待着死亡 AMP火箭弹摧毁了区域内的全部电子设备 飞军第21师整师陷入联络中断 与此同时 摩洛国第五步兵师开始进攻 这些游击队从来没打过这么轻松的仗 在几方火力的刺激下 就如磕了兴奋技式的端着步枪一路冲锋 失去联络的菲律宾士兵 就像是无头苍蝇一般逃窜 面对成千上万的游击队士兵的进攻 辛苦地各自为战 在极光20的呼啸下 那些受到空袭重点关照的火箭炮与步兵炮 都成了菲律宾士兵唯恐避之不及的噩梦 火光在亚热带丛林中肆虐 可引着四箭的鲜血 在摩洛国第五师的突击下 飞军第21师溃步成军 与此同时 星环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乘坐着直升机 于东侧山路空降 一千名穿着机械外骨骼的士兵 在舰炮战机 风鸟无人机的支援下 追击后撤的菲律宾第15山地时 面对灵活的机械外骨骼 飞军士兵即便占据了人数优势 依旧落在了下风 几乎是一边倒的战况 战争没有持续很久 第二军陆军司令部还来不及做出反应 前线崩溃的噩耗便一个接一个地 飞到了爱里贝利的指挥桌上 后撤 让15山地师的人撤回来 还有21师那帮蠢货 妈的 一帮饭桶 爱里贝利愤怒的一拳垂在了桌子上 气得帽子都掉了下来 通讯员战战兢兢的看着长官 长官 怎么还不去 爱里贝利恨不得一耳光拍死这家伙 每一秒都有人在战死 她的心简直在低血 15师已经被包围 爱里贝利愣了愣 艰难地咽了口吐沫 那21师呢 21师暂时联系不上 长官 长官 你去拿长官 通讯员诧异地看着摔门而出了的爱里贝利 以及掉在地上来不捡起的帽子 一边仓皇地爬上了自己的座驾 爱里贝利粗鲁地催促着驾驶员 让她带着自己迅速赶往驻扎在卡加盐市的第14师指挥部 此刻这位司令神似猙獰 瞳孔中书写着的尽是恐惧 妈的 这不是战争 这是屠杀 第580章 你别无选择 失去联络的第21师 被摩洛国游击队第5师歼灭 包括师长在内 整整6000余人被俘 被剑炮和战机压制在卡加盐河东部山路的第25山底师 受到重创 在星环海军陆战队的包围下 选择缴械投降 由此 星环海军陆战队创下了1000人俘虏7000人的辉煌战果 在不对称战争中 烈士一方在正面战场上根本毫无还手之力 集中力量抵抗的飞军所面临的惨败 一如伊拉克当年在海湾战争中的遭遇那样 同步轨道侦察卫星 将这场惨烈的战况实施转播给了数百公里外 沿正以带的斯坦尼斯号航母战斗群 原本已经登上F35战斗机的飞行员 在指挥塔台的命令下 却又是从飞机上爬了下来 正在检查武器弹药的鱼鹰炮挺机 也返回了机库 穿戴完毕的海军陆战队士兵 也收起步枪走下了黑鹰 站在指挥塔台内 舰长霍夫曼上校脸色难看地望着屏幕 半晌后才吐出了两个单词 这帮废物 确实 废物 站在他旁边的副舰长咽了头吐沫 艰难地说道 对于菲律宾这个烂泥浮不上墙的盟友 这些驻扎在亚洲的美军 是打心眼里瞧不起 只不过现在 他们却是对菲律宾这被打得抱头鼠窜的两个师 产生了些许的同情 向五角大楼报告吧 作战准备 先解除 说完 霍夫曼上校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指挥室 留下了面面相去的副舰长与通讯员 与此同时 远在数百公里外的新国 新月岛军事基地 禁闭室内 一位斯拉夫面孔的男人正坐在板凳上 目光阴沉地看着坐在他对面的江城 这些天来他一直被关在这里 不过 星环贸易的人倒是没虐待他 不但每天会扔给他两只营养合计 还会给他塞一张报纸 却是没有审问过他一句话 看来你没负伤 拉迪斯夫阴沉着脸说道 你应该感谢我的仁慈 至少我的人还让你看报纸 坐在他对面 江城的食指在膝盖前交叉 微笑地说道 而你隔壁的那位 我们正在反复实验他恢复力的极限 拉迪斯夫额前划过一滴汗液 下巴上的胡渣动了动 你这个恶魔 你是这么认为的吗 江城笑了笑 靠在了椅子上 将一份文件推到了这位斯拉夫人面前的桌上 前线的捷报已经收到 他现在有充足的时间去处理这些琐细的私事 拉迪斯夫扫了眼文件 又询问地看向了江城 看不懂吗 这是卡加严氏的伤亡统计报告 这个数字每天都在更新 一共25.3万人死于病毒 是你们下的毒 谁是恶魔 是你们 是你 拉迪斯夫先生 江城的手指在防弹玻璃的影子上点了点 说道 拉迪斯夫无动于衷地看着江城 身为一名佣兵 他并不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罪恶 本来他赚的就是血钱 如果他哪次任务中失守了 也不过是成为那个数字上的一员 突然 他意识到了不对劲的地方 你为什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江城扬了扬眉毛 笑着说道 我不但知道你的名字 还知道你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在马其顿共和国瑟雷斯省一家福利院 大女儿现在正在读高中 小女儿患病住院 我还知道你前妻正在巴尔干半岛电视台当助理 至今单身 和你还有电话往来 够了 拉迪斯夫喘着粗气 双目赤红地看着面无表情的江城 那眼神就好像一只被囚禁在笼中的野兽 瞳孔中带着警告 威胁 还有无力的恐惧 见状 江城嘴角勾起了一抹微笑 虽然用妻女威胁人很不到意 但他现在似乎没有挑剔手段的余裕 是谁告诉你的 拉迪斯夫喘息者从牙缝中挤出了这几个字 当时一共有三个人 除了死掉的那位吉尔斯先生 我们的摩洛国游击队朋友 还俘虏了一名你们的人 很显然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对抗我们的土真剂 虽然他的脑子里没装多少情报 但意外地装着这些有趣的东西 说着江城的身子微微前倾 交叉的食指搁在了桌子上 我很好奇 你这样的人为什么会选择加入黑船 你应该知道 他们的行为将毁灭世界 你的爱人和儿女没有人能幸免 这其中当然包括你自己 那就毁灭掉吧 反正这个世界烂透了 更何况黑船抵达在一百多年后 我这辈子也看不到末日的那天 拉迪斯夫冷笑道 小人物永远不会对自己死后的世界 会怎样而感到忧虑 因为他们不曾在这个世界上 留下属于自己的痕迹 江城很理解他会产生这样的想法 因为如若不是自己拥有如此庞大的家业 他也不会为那什么殖民见的事操贤心 这倒是个不得了的消息 你们口中的黑船将在一百年后到达 江城随手在本子上记了一笔 然后接着看向他 然后呢 我想知道你的动机 钱 被看穿的拉迪斯夫不再隐瞒 很坦然地说道 那我给你钱 买你口中的情报如何 江城愉快地说道 对于他来说 一切能用钞票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然而拉迪斯夫却是吃笑一声 讥讽道 你以为我需要钱是为了自己吗 为了你的 小女儿 江城翻看了下他的资料 随口问道 为了家人 拉迪斯夫淡淡地说道 如果我说了 他们会杀掉他们 相信我 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渗透远比你想象的恐怖 是吗 江城不置可否地说道 取出桌上的平板点了几下 调出一幅画面 推到了他的面前 但对我而言 他们只是一群阴沟里的老鼠 拉迪斯夫身子前倾 皱着眉头凑近了平板 这是 意大利格调的红砖建筑 人来人往的街景 在那服装店的门口 一位金发的女子正牵着女孩的手 带他选购着衣服 突然 他反应了过来 这里是他的故乡 马其顿瑟雷斯省的小镇 而那位女子正是他的前妻 他牵着的那位少女 正是他的大女儿 他们正在为他的小女儿选购衣物 很久没回去了吧 江城问道 你的人跟踪了他 拉迪斯夫压低了声音说道 是在保护他们 你应该注意到 你被俘之后 他们的身边就出现了几名来历不明的男人 如果一旦确认你泄密 他们就会 江城微笑着比划了个开枪的手势 不想救下他们吗 拉迪斯夫的喉结动了动 眼神中晃动着犹豫之色 敏锐地注意到了这点 江城藏住了自己嘴角得意的弧度 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瞳孔 你会救 当然 江城说道 你如何保证 连续的问句已经暴露了拉迪斯夫内心的动摇 这时候 想要获得他的妥协 只需要一点点强硬 你别无选择 看着他们死去 或者加入我们 拯救他们 选择权在你 拉迪斯夫先生 是的 除了相信江城 他别无选择 拉迪斯夫死死地盯着平板上的女人 用阴霾的声音念叨着 如果你食言 我会在地狱等着你 放心 虽然我不认为我死后会下地狱 重新赚起了圆珠笔 江城微笑着说道 第581章 兵临城下 桑托斯依然无法相信 哪怕是第五师的师长 满脸喜悦地将战报摆在了他的面前 他依旧无法相信 胜利竟然会来得如此容易 面对美式装备 美式训练的菲律宾政府军 游击队在正面战场几乎没有赢过 往往只能依靠地形优势 在装甲单位无法通过的山地和丛林战场 扳回一点优势 在僵持中考验菲律宾政府所能承受的底线 然而在兴环贸易的支援下 他的人只用了三天 便打垮了菲律宾政府军两个师 重新推进到了卡加严市的郊区附近 毫不夸张地说 如果不是因为菲律宾无论如何也不愿让出卡加严市 阿基诺可能都已经灰溜溜地提出谈判 已换回被俘虏的上万名士兵 以及两个师长和海军上将了 年兰劳岛的惨败 已经远远超出了菲律宾的承受能力 也超出了阿基诺当局的承受能力 美国迟迟不愿出手 只怕这背后也必然有肮脏的批外交易 原本陆军司令和海军司令都信誓旦旦地向他发誓 一定会齐开得胜 可现在一个被打成了缩头乌龟 一个已经成了星环贸易的阶下囚 菲律宾海军总共就120余艘舰艇 为了展示军威几乎全部压了上去 结果101艘都变成了破烂混沌太平洋 超过4000名水兵下饺子似的掉到了海里 全都做了战俘 且不说欲哭无泪的阿基诺 星环贸易的推进速度 同样吓坏了地球背面的白宫 但却也让他们无可奈何 在得知了新非边境海战结局后 美国总统立刻找到了正在华盛顿外交访问的张亚平 表示希望他能约束星环贸易公司的行为 其言下之意无非是 你们闹也闹够了 差不多就是可而止吧 然而张亚平总统却是很干脆地表示 管不了 严格意义上来讲 星环贸易属于私人军事公司 并不属于国家组织 以雇佣兵的形式参与内战的摩洛国方 在法理上他们根本构不成违反国际法 而且美国就是全球最大的军事承包商 其雇佣兵在海外斑斑劣迹 以可谓是臭名昭著 从这个角度来看 美国完全无法指责遵守交战法则的星环贸易 当然 所谓的法理只是些借口和冠冕堂皇的说辞 真正让白宫方面忌惮的 还是他们展现在战争舞台上的武器 不说那神秘的空中杀手极光20 就说那威力骇人的舰载电磁炮 就一直是美国国防部先进研究项目局DARPA的研究项目之一 然而即使是目前已经装备在福特级航母上的 最先进的实验型电磁炮 也无法达到他们从间谍卫星中观测到的 那般恐怖的杀伤力 一炮将汉密尔顿巡逻舰击沉 美海军有不少战舰都能做到 但隔个上百公里外一炮将其打个对穿 还真没几门炮能做到 更何况这还涉及到一个命中率的问题 如果是常规火炮的话 隔着这么远还能打中 本身就是个奇迹 另外 极光20战机在与FA50的空战中表现出的优异性能 也让白宫方面感到了警惕 根据五角大楼给出的评估报告 如果要瓦解星环贸易的海上力量 重新在绵兰老岛空域建立禁飞区 保守估计可能对斯坦尼斯号航母战斗群造成30%左右的战损 这还是保守估计 在和平年代 如此高的战损是白宫和国会都无法接受的 一架F35坠毁就已经让白宫焦头烂额了 和平主义者至今依旧围在白宫门口 举着飞行员的照片喊口号 更何况斯坦尼斯号的战略作用是牵制华国 如果因为贸然介入星环贸易 与菲律宾之间的冲突 很有可能打破美国在南亚的军事部署 还有就是爆发在卡加严市的丧失病毒 这也是最令白宫方面头疼的一点 因为菲律宾封锁消息的态度 媒体记者普遍怀疑 病毒是菲律宾政府部署在卡加严市的生化武器 而阿基诺偏偏偏拿不出充分的证据来澄清这一点 只是一味地将谎言污蔑这两个词扣在媒体的脑袋上 任何成熟点的政客都清楚 和媒体对骂是多么愚蠢的选择 不过在成熟的政客面对如此糟糕的局势时 恐怕也很难保持理性 无论怎么说 此刻公开支持菲律宾政府都并非明智之举 当然 也有国会议员提出 如果让摩洛国控制了卡加严市 鉴于其与美方的敌视态度 难保他们不会将病毒泄露给同样仇美的恐怖分子 绥靖政策无异于慢性毒药 毕竟目前暂时没有疫苗或解药能够克制这种病毒 一旦该病毒在人口密集区扩散 后果将不堪设想 虽然行尸走肉在美国的收视率不错 但这不意味着美国老真想自己的国家变成丧失国度 也正是因此 也有国会议员紧接着提出 应该向卡加严市派出美国海军陆战队 至少派出维和部队以及国际卫生组织的医疗团队 将卡加严市纳入国际社会的共同管控之下 威胁人类社会的病毒应该由全体人类共同克服 就在白宫和国会讨论该采纳哪种策略时 星环海军陆战队已经在利伯纳南部山区集结 重新部署了由火球翼火箭炮构成的炮兵阵地 并通过重型直升机将AMP火箭弹 运送至炮兵阵地 摩洛国第五游击师在收缴了飞军的美制装备后 摇身一变 现在已经成了整个摩洛国内装备最精良的第五步兵师 在简单的修整之后 所有俘虏由第六师接管 第五步兵师紧随星环海军陆战队的脚步 沿卡加严和而上 在极光20的空袭支援下 毫不费力地攻占了棉兰劳岛北部最大的机场 卡加严国际机场 一天之内被打掉了两个师 菲律宾陆军已经彻底被打猛了 在保卫机场的时候 甚至没有做过多的抵抗 便放弃阵地向卡加严市的方向撤离 驻守在卡加严市内的第十四师 本就低迷的士气 更是跌落到了谷底 空中时不时有战机呼啸而过的声音 将他们赶回了掩体 这声音曾经属于他们的友军 然而此刻却成了他们惶恐不得入睡的噩梦 令他们色缩在掩体中不敢弹出头 城市攻坚不像丛林野战那般轻松 尤其是菲律宾当定了缩头乌龟的情况下 第十四师本就是菲律宾陆军中装备最精锐的师团之一 不但参加过美飞联合军演 更是配备有两个机械旅 是美国教官唯一点头的现代化部队 因为阿基诺下达的必须守住卡加严市的死命令 菲律宾陆军总司令咬牙 再从北部战区抽掉了一个坦克旅 进入该城区强化防御 为了弥补空军力量的不足 原本全面退役的F-5A自由战士 也被从战机坟场中拖了出来 修整后重新服役 配合OV-10野马轻型攻击机 算是勉强填补了空军实力的空白 然而菲律宾飞行员对于死亡飞行 显然充满了恐惧 用F-5A去对抗就连FA-50都无法匹敌的极光20 就好像用牙签去戳大象 他们根本提不起爬上座舱的勇气 面对军中的消极情绪 阿基诺虽然气得跳脚 但却也无可奈何 只得一次次亲临军营 试图用激情洋溢的演讲唤醒军队的士气 只不过台下的基层官兵却是反响平平 掌声嘻嘻落落不说 白眼却是此起彼伏 为了不让这位领袖伤心 善于察言观色的菲律宾军官 不得不给每位士兵发上了一只墨镜 好让他们白个尽兴 就在菲律宾陷入危机的同时 日本东京武田制药总部 田中正面对着日本政药的质询 病毒扩散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日本首相的预计 不但将沉为死 新国还将计就计地把锅扣在了菲律宾的脑袋上 出兵棉兰唠岛 菲律宾是日本的战略盟友之一 日本并不乐意看到在南海牵制华国的小朋友被新国殴打 尤其是新国最近和华国走得有些近 另外 那架F35的临阵叛变 也让日本政府对黑船组织产生了一丝忌惮的情绪 这条被他们喂养的狗 竟然在他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将爪子伸向了他们的爸爸国 目前CIA已经介入调查 日本的政客可是清楚得很 那些美国国会喂养的猎犬 对于阴谋的嗅觉究竟有多灵敏 为了不引火烧身 有必要敲打下这条不听话的狗了 第582章黑船的由来 田中先生 你不觉得应该好好地解释下三天前的事吗 12座的长桌 日本议员满座 田中坐在会议桌的次座 微笑着面对在场所有议员的问责 解释 我不认为我需要解释什么哦 赤板先生 田中笑咪咪地说道 没什么可解释 我们在南海的战略盟友受到重创 你居然说不需要解释 田中先生 我们给你这么多行动自由 是不是让你忘了自己的身份 赤板议员手指敲着桌子 咄咄逼人地说道 最关键的是江陈没有死 西委议员推了下鼻梁上的无框眼镜 如此一来 我们拓展在新国影响力 收购未来人科技的计划也无从开始 武田制药董事会这边也是同样的意思 在拿出疫苗成果之前 提前曝光病毒的危险性 虽然短期抬升了公司的股价 但并没有拓展我们的盈利空间 面对日本议员与赞助商董事会代表的共同责难 田中表现的倒是非常从容 在菲律宾测试病毒 不是朱军点的头吗 田中一句话 让全场议员哑口无言 正如田中所说的 在菲律宾测试病毒是日本议员的决定 虽然一开始田中提出 在上海是测试病毒 但却被议会否决了 虽然这病毒是为华国准备的 但绝对不是现在 日本更希望拿出足够数量的病毒完成品 在各大城市同时扩散 给予这个讨厌的宿敌致命一击 所以那间背心上了飞机 最后在菲律宾海域附近被击落 只不过原本预定是坠落在便于控制扩散范围的宝和岛或宿物 结果却是降落在了绵兰老岛北部的我卡加盐 这时坐在首位一直沉默不语的防卫大臣钟谷员开口了 我只问一点 为什么擅作主张渗透美国海军 我们并且主动派出卧底渗透任何人 只是黑船组织的先进理念吸引了戈登先生 两年前在东京旅游时 他主动找到了我 请求加入我们的组织 田中说道 贸然引起美国的注意 不是明智之举 钟谷员盯着田中的双眼 一字一顿地说道 你的忠告 我会谨记田中微微汉手 谦逊地说道 拉迪斯夫全都招了 没有丝毫地隐瞒 而测谎仪证明了这一点 首先是黑船组织的由来 因为16年前 一次偶然的天文观测事件 田中加入到了黑船组织中 并为其效力 等等 田中不是黑船的创始人吗 记录完黑船组织的相关细节 江晨问道 审讯开始之前 江晨已经告诉过拉迪斯夫 田中和教授是同一个人 不 黑船组织最早可以追溯到二战之前 当时昭和天皇便是黑船组织的荣誉领袖 那时也是黑船组织的巅峰期 可他在历史上根本没出现过 因为不方便出现 顿了顿 拉迪斯夫接着说道 我也只是了解一点 1921年昭和前往欧洲访问 在比利时揭示了从事天文学与生物学研究的菲利特 回国时将他带往日本 资助他在地外文明探索领域的研究 由此黑船组织成立 当时黑船组织的理念是借天兵以壤四夷 不过在与地外文明取得联系后 组织的内容逐渐变质 没能等到金苹果 日本战败 天皇失势 一系列的原因 使得黑船组织开始走向衰败 甚至一度灭亡 你们成功取得联系了 江晨问道 对于这点他并不意外 毕竟田中知道他的能力 已经证明了这点 是的 具体是什么时候我不清楚 不过好像是在90年代末 毕竟不是什么感兴趣的事 拉迪斯夫费了一番功夫才回忆起 纳惠尔日本正面临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 整个国家都笼罩在破产的绝望中 与此同时 走向开放的华国开始崛起 或许是在那会儿 某人蔑视的念头与执着 得到了物竞天泽号的回应 还有一个问题 我注意到你提到了金苹果 那么你们是否听说过为例会 二战时期 我们是盟友 不过现在我们是死敌 为什么 根据田中的说法 我们在通讯频道上出现了根本的分歧 拉迪斯夫说道 江陈微微眯起了眼睛 一时间没有说话 拉迪斯夫的话中蕴含的信息量有些大 他需要时间来消化 通讯频道上出现分歧 分别联系上了不同的人吗 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死敌 分歧究竟发生在利益上 还是信念 这个问题先放到一边 黑传组织我已经差不多了解了 那么 江陈看了下表 手中的圆珠笔点了点笔记本 接着问道 你们为什么会对土真剂免疫 拉迪斯夫摇了摇头 这个我不知道 我不是医生 只是个帮他干了不少脏货儿的佣兵 包括土真剂是什么 我都不知道 这样啊 江陈思索着在笔记本上点了点 拉迪斯夫像是想起什么似的 开口说道 不过我们的核心成员 都会注射一种特殊药剂 据说能够提升脑细胞活性 与肌肉强度 或许与那个有关 基因药剂 江陈瞳孔微微收缩 不知道 拉迪斯夫摇了摇头 我只知道 那是黑传次与黑传组织 为数不多的科技之一 在传授技术方面 他们非常保守 甚至可以说是吝啬 而且 他们的技术似乎 严重倾斜于生物科技领域 这也是最不可思议的一点 光靠生物技术 能实现星际航行吗 即便是没什么文化的拉迪斯夫 也对此表示了怀疑 不过亲眼见识过 那艘庞然大物的江陈 对于物景天泽号 是否能抵达地球 可是毫不怀疑 如果是基因药剂 那也就能解释 那个俘虏不正常的恢复力了 江陈点头自言自语道 该说是幸运还是不信呢 虽然他们在生物技术上走得很远 但从基因药剂的效力来看 似乎其他方面的技术 依旧停留在战前水准 甚至有所倒退 毕竟他们早已抛弃了人类的身躯 走向了和谐的道路 当然 也不排除他们只是在传说技术的时候 有所保留而已 最后一个问题了 为什么在卡加岩市的时候 我无法使用 那个能力 不方便透露细节 江陈只能如此笼统地说道 对于江陈如此模糊的提问 拉迪斯夫是一头雾水 虽然不知道是出于何种原因考虑 但田中显然并没有告诉他 江陈能够穿越的能力 对话的进展有些困难 就在江陈犹豫要不要平退警卫 将问题说得更详细时 拉迪斯夫想起什么事的开口道 吉尔斯好像说过 你在三天之内逃不掉 他将这能力称为信什么粒子干扰 我不是很明白 但好像与那艘黑船有关 田中可以通过某种方式 与物境天泽号 也就是他们口中的黑船取得联系 同时物境天泽号能通过某种方式 干涉地球克雷恩粒子 或者用别的什么方式 在一定时间内封印他穿越的能力 这个时间的极限很可能是三天 而且这个干涉能力必定存在冷却时间 且会产生不小的消耗 否则他们只需要保持这种干涉状态 将江陈永远封印在县市这一侧 这仗基本上就不用打了 不借助末世那边的力量 但是依靠现实这边的资源 江陈没有半点取胜的信心 非常感谢拉迪斯夫先生 人类会记住你的贡献 另外很快你就可以和你的亲人在科罗岛相见 因为拉迪斯夫的配合 审讯很快就结束了 江陈站起身来微笑着说道 他的心情很愉快 因为他看到了不少田中手上的底牌 希望你能遵守你的承诺 当然我会支付你一笔可观的报酬 不过在未来的五年里 你和你的亲人都不被允许离境 你们会在新国生活的很安全 幽灵特工和星环贸易的军队都会保证这一点 江陈愉快地说道 心情好的时候 他不介意分享自己的好心情 第583章卡加岩市战役 卡加岩市郊区距离前线三公里 明明是在县市寒冷的北风中 却是染上了几分漠视的消索 卡加岩市不曾下雪 也不曾这么冷过 阴暗的角落里 偶尔可以看见无家可归的人 与流浪狗住在一起 街道上的超市早已关闭 饥饿的人们在里面反复搜寻着 可以吃的食物 若是满载而归 心存愧疚的人或许会在无人的收银台上留下钞票 但大多数人都会选择若无其事地关掉电筒离开 已经无所谓了 反正菲律宾鼻索已经变成了废纸 有钱人和穷人都一样挨饿 美元和人民币等外汇倒是还有些购买力 但也没人愿意出售食物和珍贵的药品 昨天摩洛国游击队已经重新推进到了这里 这次他们来的比以往更气势汹汹 不过无论他们来不来 也不会有拉着食物和商品的货车开向这里了 毕竟就在这不远的数公里外 正爆发着恐怖的生化危机 平民们早已放弃了原本的政治立场 无论是谁都好 赶紧结束这场愚蠢的战争 无论是封锁卡加延市的非军第十四师 还是摩洛国游击队 在当地人的眼中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至于星环贸易 他们很少出现在一般人的视线 所以当地人对这些装备媲美正规军的佣兵 没有任何的直观的感觉 侵略者或许是吧 但谁在乎 为了阻止摩洛国游击队推进 第十四师向该城区派出了大量狙击手 同时在一些关键位置埋下了反人员地雷 这确实对摩洛国第五师的推进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毕竟摩洛国缺乏坦克和装甲车 兵力的组成几乎都是步枪兵和机枪手 狙击枪这种金贵的玩意儿 也就最近他们才从二十一师的手中缴获了一批 但死在地雷和狙击手枪下的不只是游击队士兵 更多的还是那些没有战斗经验的平民 这里是人道主义的盲区 为了对付这些麻烦的狙击手 星环贸易的选择是空袭 隐形前行的幽灵特工将雷射定位移对准目标 然后极光201缩子机炮过去 将狙击手和他蹲的大楼一同打成了筛子 为了避免造成平民伤亡 江陈下令尽量避免在城区内使用航空炸弹 倒不是因为仁慈 而是为了不在国际社会落下对星环贸易不利的口舌 可纵使如此 这些狙击手依旧耽误了两天的时间 不过这种状况很快就要结束了 12月31日晚 星环贸易作战指挥部下达了总工的作战指令 与原弹业向卡加岩市发动进攻 歼灭飞军十四现代化师 以及赶来增援的坦克旅 争取在1月2日零点之前夺取对卡加岩市的控制权 进攻由星环贸易的火箭炮率先开始 AMP火箭弹在卡加岩市西城区上空炸裂 彻底摧毁了十四师的电子设备 不过十四师毕竟是非军的精锐 在火箭炮升空的第一时间 就对星环贸易的炮兵阵地发动了反制炮击 八门155毫米火炮几乎炸没了一座小山包 但还没开两炮便被极光20的导弹轰成了废铁 为了躲避星环贸易的空袭 飞军可算是绞尽了脑汁想出了一些主意 比如将步兵炮用灰色布条缠成了种子 将坦克化整为零藏在建筑群中 等到摩洛国游击队的士兵接近才发起进攻 不过当AMP火箭弹抵达战场后 这一切伎俩都失去了作用 失去了观察员的爆点 炮兵只能依靠测举烟雾和直觉开炮 坦克旅的状况倒还好 多亏了那些落后的武器装备 作为主力的歇式侦察坦克 本来就是上个时代的玩意儿 虽然不像现代坦克那样设计有抗辐射抗AMP功能 但LAMP后依旧像没事一样 毕竟这坦克身上除了一个通讯设备之外 也没什么先进的电子产品可以破坏了 第十四师面对了和被击溃的二十一师同样的局面 电子设备全部崩溃 指挥系统彻底瘫痪 与此同时照明弹升空点燃了城市西南面漆黑的夜空 在车载机枪的配合下 士气高涨的摩洛国第五师的步兵开始进攻 如一级直拳揍在了十四师精锐的脸上 另一边 城市东南面在西南面的承托下 却是如死季般的黑暗 500名星环海军陆战队 在十数架重型运输机的空运下 在丧尸占领区边缘空降 因为注射过一级基因药剂 这些士兵对于丧尸病毒已经能够做到完全免疫 所以即使是不穿戴防护服 也无需担心感染问题 在夜市仪的帮助下 这500名士兵和上千架蜂鸟无人机 就如一把黑暗中的利刃 狠狠地刺向了十四师防区腹地 在天眼X1的指引下 定点清除那些被分散在城区各处的火炮和放空机枪 这一夜 十四师的士兵深刻地体会到了不对称战争的恐惧 在马尼拉空军基地待命的F5A 野马攻击机拒绝起飞 法50战斗机都无法战胜的战机 任谁都知道这将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死亡飞行 对此桑托斯还有些遗憾 它可是见识过极光20的恐怖收割能力 除了斯坦尼斯号航母上的F35等五代机 还能对其造成有限的威胁之外 菲律宾的那些纸飞机 就算来的再多 也是有折戟沉沙的命 上午6点 天还未亮 卡加严式的战斗已经基本结束 十四师的战败已成定局 坦克旅与机械化旅均向摩洛国方面投降 市区内只剩下十几名各自为战的狙击手还在顽抗 抛下了在安全区附近抵抗的第十一步兵旅 艾里贝利登上了停靠在港口的运输货轮 因为卡加严式封锁的缘故 这些货轮都被扣押在了港口内 在封锁命令结束之前禁止出海 这道命令是阿基诺亲自签署的 但此刻战火烧到了眉毛边 艾里贝利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带领着三十余名亲卫队士兵以及数名亲信军官 将被扣留在港口的船员唤醒 催促战战兢兢的他们登上货轮开船 战争的火光很快找到了安全区附近 行驶在宝和海的海面上 望着已经化作天边一缕黑点的卡加严式 艾里贝利这才缓缓松了口气 虽然来自总统府和媒体的问责 恐怕会让他接下来的半年都不好过 但至少不用成为游击队的俘虏 还是让他心中产生了些许的宽慰 还有多久能到宿物 大概还有一个小时 见鬼 我算是明白二十一师为什么会失去联络了 站在他的身旁 惊魂未定的卡维勒忠士 咽了口吐沫道 那个古怪的火箭弹 艾里贝利脸上尽是阴霾 菲律宾士兵不是输在了战术和意志上 而是输在了武器科技 然而后一种的差距是最让人无力的 前者可以通过训练和思想工作解决 然而后者短时间内根本无法解决 除非美国冒着激怒华国的风险 在菲律宾部署爱国者三防空导弹 向菲律宾出售F35战斗机 否则他们根本没有半点胜算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就算美国愿意卖 他们也不一定出得起那个钱买 一架F35就得一个多亿了 菲律宾每年的军费开支全拿出来 也就能买两架F35 这就是靠出口香蕉支撑的经济 就在艾里贝里思考着该如何应付阿基诺的斥责时 他丝毫没有察觉到自己乘坐的这艘轮船 在天眼X一观测卫星的俯瞰下 是多么的显眼 第584章玩火 丧尸确实是个麻烦 无论是对菲律宾政府军还是摩洛国 星环贸易这边都是如此 你不能指望一群游击队的散兵游泳 学会疫苗防控 即便他们刚接手了21师的美式装备 因为是在县市 所以不能使用漠视的那一套来处理问题 什么方法解决卡加岩市的危机最直接 最有效率的做法当然是上万发燃烧弹甩过去 无论什么病毒病原体统统烧干净 而且对方是菲律宾这个国家 将陈下命令的时候也没什么心理负担 反正最后呈现在他面前的也只是个数字而已 不过若是他真这么做了 想都不用想 全世界的国家绝对不会放过他这个屠夫 卡加岩市攻下绵兰老岛战局已定 所以在向安全区推进的路上 没有装甲保护的摩洛国第五师 着实付出了不小的伤亡 在射杀昔日的同胞时 游击队的表现虽然比政府军要好得多 但也好不到哪里去 不过最终在星环海军陆战队的支援下 摩洛国第五师还是顶着丧尸的压力 瓦解了安全区门口菲律宾第十四师的 最后一个机械化旅 仅存的两辆M113A2装甲车打出了白旗 选择投降 战争已经结束 除开北方战区的部分菲律宾政府军之外 摩洛国已经形成了对绵兰老岛实际控制的事实 正如江臣所说的那样 星环贸易已经成功一拳揍趴下了对手 接着就是拽着他们的脖子 将他们按在谈判桌上签字了 毫不夸张地说 在现代战争中 谈判缓解的重要性 甚至要胜过先前所做的一切努力 后者只是决定死了多少人 而前者直接决定将有多少人去死 在星环贸易的士兵进入卡加岩市安全区之前 安全区内的幸存者们已经发生了暴乱 抢夺了清理者的线弹枪和喷火器 至少有十余名清理者被积苑已久的人群活活打死 占领安全区的幸存者隔着铁丝网 与摩洛国游击队发生了短暂的对峙 不过当看到缴获的装甲车和坦克开过来时 所有人都放下了武器 抱头蹲在了墙边 当江晨从战斗录像上看到这些人的面黄肌瘦的惨状时 同情之余顿时心生一计 给已经抵达安全区的伊万打了个电话 吩咐他将这些人好好安顿 接着江晨便吩咐升任蔚来人集团CEO的夏施宇 通过他从蔚来人集团旗下的食品加工厂 调集了一千吨大米 蔬菜 饼干 以及牛奶等食品物资 通过空运运往卡加岩市机场 分发给当地幸存者 星环贸易的善举 立刻赢得了这些幸存者们的好感 所以当星环贸易的人提出 希望他们配合媒体记者拍摄视频 帮助星环贸易赢得国际社会好感时 几乎没有人拒绝 在舆论的筹码上 江晨拿下了一分 地面部队进驻卡加岩市不放的同时 海军的动作也没有停下 一艘守护级护卫舰在击落级潜艇的陪同下 从三宝岩市与伊沙贝拉岛之间的海峡 穿入苏陆海 西林巴拉望岛 50是J型电磁炮摇指菲律宾首府马尼拉 星环贸易的这一举动 可差点没把阿基诺吓得从椅子上摔下来 直到这时他才体会到前线士兵所面临的恐惧 这巨见大炮进国门的恐惧 菲律宾国会的议员乱成了一团 前段时间他们还在讨论如何伪造主权文件 将帕努群岛变成菲律宾自古以来的岛礁 然而现在他们却是赶紧撕毁了那些纸片 哭丧着脸讨论该如何谈成无条件投降的谈判 另一艘护卫舰和潜艇则沿着新飞边境向东移动 停在了密克罗尼西亚的雅浦岛附近海域 警戒着部署在南亚海域的斯坦尼斯号航母战斗群 并不动声色地将关岛军事基地纳入打击半径之内 但未做任何动作 全部石架激光20在新月岛军事基地24小时待命 20名飞行员已轮换至坐在飞机座舱内 随时准备应对可能爆发的战争 另一方面部署在西太平洋海域的G013导弹井打开了闸门 缓缓放入海水充满了导弹井内部完成了发射准备 部署在G013导弹井内的自然是海豚石洲际弹道导弹 不过装载的战斗部件却并非核弹头 只是常规爆炸物 如果美国做出危险举动 星环贸易将在数小时后证明自己的远程导弹打击能力 不是核武器所以没有威慑力 那可不一定 别忘了现在是谁控制着卡家岩士 导弹既然能投送炸药 自然也能投送病毒 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究竟哪个更有威慑力? 相信美国国会和白宫一定会好好斟酌 到现在 江陈已经将全部筹码都摆在了堵桌上 究竟是不顾一切的发动一场亚洲版海湾战争 像承接入侵科威特的伊拉克那样承接星环贸易 还是在星环贸易闪电战造成的继承事实面前 像英法曾对德国妥协那样 让出菲律宾这个烂泥扶不上墙的盟友 维持地区局势的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 菲律宾并没有科威特那般丰富的石油资源 如果以上选项都不管用怎么办 那就只有和按钮这个最终选项了 除非万不得已 她不想走出这最后一步 你这是在玩火 当星环海军陆战队攻下卡加炎市的当晚 那塔莎按响了江城别墅的门铃 原本江城是不想开门的 但这小妞却是抱着不按开门就不走的决心 手指戳在门铃上就不松了 无奈于那塔莎的决心 江城便开了门 反正失踪了这么久 她也该重新回到公众的视线中了 然而没想到的是 那塔莎见到她的第一面 倒是没有你居然没受伤的惊讶 而是说出了这么一句话来 玩火吗 这句话似乎我们的张总统曾对阿基诺说过 江城对着沙发做了个请的手势 请坐吧 这次我准备了福加特 我不是来喝酒的 那塔莎眯着眼睛上下打量了江城几眼 鲜艳的红唇勾起了一抹玩味 果然我就知道你这老狐狸不可能会出事 我还很年轻好吗 北极熊女士江城开玩笑道 这个玩笑一点也不绅士 那塔莎瞪了江城一谈 越过她走到了沙发旁坐着 这次却是反常的没碰桌上的酒 翘起了匀衬的腿 她抱着双臂看着江城 接着说道 那么你准备怎么办 怎么解决这个烂摊子 让菲律宾回到谈判桌上 走到了那塔莎 对面坐下 江城食指交叉搁在膝盖上 如果美国不同意呢 那塔莎挑了挑眉毛 那就做好一起完蛋的准备 当这句话说出口的时候 江城没有开半点玩笑 第585章回到谈判桌的东西 斯坦尼斯号航母战斗群 向新国西太平洋方向移动 F35战机频繁在甲板上起降 加大了对西太平洋公海的侦察力度 与此同时 一架B-52轰炸机 部署在了关岛军事基地 两座海上堡垒 以脊脚之势逼近了新国的领海 但江城却反倒是松了口气 他们摆出了进攻的架势 这反倒说明他们不打算真的动手了 否则出动的也不会是航母战斗群 和B-52轰炸机 而是弗吉尼亚及核动力攻击潜艇上 部署的巡航导弹了 江城很清楚 仅仅凭借两艘装备了电磁炮的守护级 和高速巡航的极光20 是无法帮助星环贸易战胜五流氓之一的 顶多让他们投鼠机器 科技永远只是战争的组成部分之一 而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全部 除非科技强大到足以改变战争的结构 一架极光20可以同时面对5架FA50 可以面对50架野马攻击机 但同时面对三架 F35就已经有些吃力了 就像当初轴心国的MI-262喷起飞机 在面对盟军的螺旋桨战斗机时那样 虽然给盟军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但并没能从根本上改变战争的走向 既然双发都不想打 那剩下的就只有谈判了 卡加岩市机场 江城乘坐安12运输机抵达了绵兰老岛 负责接机的是伊万 他现在担任绵兰老岛占地总指挥 这架安12依旧是俄罗斯货 两架打包出售一共5000万美金 最近这段时间一直被星环贸易 用于向绵兰老岛输送人道主义救援物资 以及维护人道主义的军火 现在五大流氓中 乐意向星环贸易出售军火的 似乎只有不甩美国脸色的俄罗斯了 在机场的边上 可以看到四架俘虏的OV10野马攻击机 以及一架闲置了不知道多久的波音民航客机 这在极光20的空中压制下 这四架飞机根本没有起飞的机会 就被摩洛国游击队缴陷了 桑托斯很爽快地表示 送给江城这边两架 毕竟是双方共同的俘虏 不过江城倒是婉拒了 这种参加过60年代越战的老古董加二手货 江城连改装的兴趣都提不起来 坐在军绿色的吉普车上 江城向一万询问起了战争情况 空袭一共消耗6万余发航空子弹 37枚航空炸弹 15枚中距离空地导弹 17枚近距离空空导弹 接近1亿美元吗 战争这玩意儿还真是烧钱 看着车窗外荒凉的街道 江城眯着眼睛道 这还只是空袭部分 这场战争的花费远远不止1亿美金 不过当江城想到他的兴环贸易 只用了5天 就打残了年军费开支5亿的 菲律宾海陆空三军 他也就释然了 更何况完成独立夙愿的摩洛国 会用棉栏老岛丰富的资源 为兴环贸易的军费买单 人员伤亡呢 只有11人阵亡 重伤士兵已经运往科罗岛接受治疗 那个智能医疗仓真是个好东西 毕竟是未来人出品 对了 阵亡士兵家属你妥善安置下 不能亏待了我们的战士 江城吩咐道 是 伊万点头道 吉普车开进了卡加岩市 着眼的阳光 让人感受不到半点末世的气氛 主要交通干道 都已经被摩洛国游击队的士兵 控制了起来 他们身上穿戴的防护服和防毒面具 都是由星环贸易方面提供的 此刻他们正端着步枪 紧接着铁丝往外 那一张张呆滞而布满血污的脸 安全区目前由星环贸易方面控制 身穿机械外骨骼的士兵 检查了伊万的身份 行了个军礼后便将车辆放行 吉普车一路穿过了安全区 在幸存者的家道欢迎下 江辰和伊万抵达了卡加岩市港口 并在那里见到了阿基诺政府派来的代表团 实在顶不住国内的反战呼声 以及战俘家属的抗议 阿基诺政府被迫放弃了强硬的姿态 派出了代表团前来商议赎回战俘的相关事宜 见到了明显不像是身负重伤的江辰 作为菲律宾大使的迪泰特 瞳孔中闪过一抹阴霾 他感觉自己和自己的政府受到了愚弄 喝 江先生身体不错 面对迪泰特不友善的视线 江辰毫不在意地握住他的手晃了晃 谢谢你的关心 替我向你们的总统问好 这几天他肯定没睡个好觉 另外 我看你们前段时间一直在准备庆功仪式 不过就目前来看 他们可能派不上用场了 读出了江辰语气中的讽刺 迪泰特的脸色顿时像吃了苍蝇一样的难看 被护卫舰的箭炮指着首都 整个马尼拉没谁能睡个好觉 这位是 松开了迪泰特的手 江辰将目光投向了站在旁边的两人 一位病脚花白的男人穿着西服 另一名看上去恐无有力的男人 穿着美国海军军服 江辰注意到 那个美国人的军衔是中校 埃里克 联合国观察员 那个病脚斑白的男人主动伸手和江辰握了握 然后介绍起自己旁边的人 这位是雷斯顿中校 来自美方的调停者 江辰的目光在那个雷斯顿中校身上停留了片刻 他知道 恐怕这位才是谈判的正主 一番寒暄后 江辰和伊万带着二人回到了安全区 并见到了刚从达沃港赶来的桑托斯 相关人员已经到齐 时隔大半年 菲律宾政府与游击队的谈话再次重启 严谦一概地说吧 我希望双方能放下武器 回到谈判桌上解决分歧 坐在了谈判桌上 埃里克直入正题地说道 这场对话早就应该开始了 那么首先由 领土完整我们不会让步 狄泰特打断了埃里克的话 看着桑托斯冷冷地说道 但我带来了阿基诺先生仁慈的决定 摩洛国将以自治区的形式存在 只要你们肯放下武器 并释放所有非法拘留的菲律宾士兵 谈判桌的气氛瞬间冷了下来 江辰眯着眼睛指示着狄泰特的眼睛 这个菲律宾人从一开始就没有拿出谈判的态度 看来我们只能去马尼拉谈了 桑托斯耸了耸肩 摊开手说道 我们不会让这件事发生 一直一言不发的雷斯顿忠孝突然开口道 微微昂起了鹰沟鼻 盯着桑托斯那不止天高的的脸 斯坦尼斯号航母战斗群不会允许 如果你们的脚步跨出棉兰老岛 那么我们不得不判断局势已经恶化到了我们不得不出手的地步 我们保证我们的士兵不会一直待在航母的甲板上 说着 雷斯顿用警告的眼神看了江辰一眼 毕竟是土匪出生 桑托斯顿时嘴角一瞥 不屑道 那么我的游击队 会让棉兰老岛成为第二个越南 谈判在一开始就走向了谈崩的僵局 江辰的视线在那位笑咪咪的联合国观察员 一脸阴侧侧的迪泰特 还有那扑克脸的雷斯顿之间不动声色的变换 就在双方准备不欢而散的时候 江辰突然清咳了声 从兜里掏出了一个指甲盖大小的小瓶子 轻轻地摆在了桌子上 瓶子上塞着绣针的软木塞 里面盛着晶莹透亮的液体 窗外阳光的照耀下散发着淡淡的油光 这是什么 迪泰克扫了瓶子一眼 伸手将其拾起 凑近鼻子前打亮了一番 让我们重新回到谈判桌的东西 一边说着 江辰一边将手机摆在了桌子上 微笑着看向了雷斯顿 第586章打击半径之内 拿捏不准江辰在玩什么把戏 雷斯顿和埃里克交换了下视线 然后看向了江辰 等待着他的下文 菲律宾派来的代表迪泰特则是眯着眼睛 反复打亮着手中的瓶子 希望看出些什么端倪来 就在他捏着软木塞 准备打开瓶子纹纹时 江辰再次开了口 我劝你不要这么做 迪泰特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斜着眼睛看向了江辰 这到底是什么 丧尸身上的病原体提取液 我们称其为T病毒 江辰的话音刚落 顿时吓得迪泰特 赶忙扔掉了手中的瓶子 指甲盖大小的瓶子 咣当一声摔在了桌上 绕着瓶口打了两个圈圈 雷斯顿和埃里克也是脸色齐齐一变 下意识地向后缩了缩 江辰先生 我需要一个解释 雷斯顿正色看向江辰 你刚才轻率的行为 将被视作对美国的挑衅 我们 我们今天是在谈判不是吗 江辰打断了雷斯顿的话 摊开了双手 而从谈判开始到现在 我没有看到丝毫诚意 只是你们单方面的在秀肌肉 我很理解肌肉是谈判的筹码之一 毕竟只有武力才能捍卫和平 江辰竖起了一根食指 轻轻地按在了摆在谈判桌上的手机屏幕 所以请允许我展示下我们的武力 当红色的按钮被按下 数百公里外的西太平洋海面之下 圆形的导弹井旋转着打开 露出了海豚石洲际弹道导弹那猙獰的弹头 环绕着导弹侧臂的推进环 骤然逆喷射出大量的气泡 将导弹推进至水深100米 而后推进坏裂开四段 与导弹分离 与此同时 导弹自身引擎点火 伴随着粗如巨塔的浓烟 将分裂的推进环和海面 远远抛在了身后 向着蓝天急驰而去 抵达近地轨道后 引擎熄火 海豚石随着地球的自转 越过了太平洋 穿过了宏都拉斯的上空 越过了加勒比海 引擎重新点火 导弹从近地轨道 开始向着地球坠落 如一颗从空中坠落的陨石 导弹垂直命中了北大西洋 无人的荒岛 火光骤然炸裂 爆炸的尘埃与碎石 一瞬间冲上了半空中 爆炸的冲击波扫过了 小岛周遭的海面 一瞬间甚至抚平了 那汹涌的海浪 一滴冷汗从雷斯顿的额前划过 滴落在他的袖口 狄泰特已经完全陷入了呆滞 无法接受手机画面中 放映着的现实 埃里克沉默不语 瞅了眼天花板 骗人的吧 声音颤抖着挤出了这么一句话 狄泰特有些逞强的看着江沉 雷斯顿和联合国的观察员 埃里克一同看着江沉 试图从他的脸上找出破绽 然而他们却是失望的发现 他的脸上只有从容 早就听说美国的卫星遍布全世界 如果不相信的话 你们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 靠在了椅子上 江沉语气轻松的说着 同时对手机做了个请的手势 导弹打击目标的坐标就在上面 我们的卫星可不会闲着没事观察北大西洋 雷斯顿盯着江沉的眼睛说道 那就派出人员观察呗 爆炸评估总会做吧 江沉翻了个白眼说道 雷斯顿没有说话 他在等待斯坦尼斯号航母的电话 如果导弹横跨了整个太平洋和中美洲 不可能不会被美利坚的雷达捕捉到 从导弹的打击曲线来看 该导弹应该是通过禁地轨道进行投送 爬升到禁地轨道这种高度 恐怕在导弹爬升至散一层的时候 就被关倒军事基地的雷达给捕捉了 江沉知道他在等什么 所以也没说话 而是拿回了桌上的手机 在众目睽睽之下玩起了手机游戏 迪泰特脸上闪过一抹韵色 他感到自己和自己的国家完全被无视了 虽然雷斯顿是在帮他说话不假 但从头到尾 无论是美国还是新国 都没有将他这个当事人放在眼里 更没有问过他菲律宾的意见 这种被忽视的感觉 就像是毒药一样刺扎着他的心脏 反观桑托斯则是淡定的很 这位土匪出生的革命领袖 并不在意自己在谈判桌上受不受重视 他只关心一点 那就是摩羯组织数十年来的独立诉求 终于要在他的手上实现了 半小时过去了 雷斯顿沉不住气了 最后看了眼表 他深呼吸了一口气 站起身来 我需要打个电话 没问题 你早该打这个电话了 一边玩着手机 江晨一边不在意的说道 雷斯顿扫了江晨一眼 掏出卫星电话 向外走去 当电话打到斯坦尼斯号航母上 舰长霍夫曼上校 立刻问起了谈判的结果 如果谈判的进展不顺利 他们可以配合谈判的进展 再向新国的领海逼近几公里 然而雷斯顿却是苦笑了起来 从霍夫曼上校的话中 他立刻就明白了 除了自己之外 根本没有美国人发现 那颗穿过美国后花园的洲际导弹 向霍夫曼上校汇报了情况之后 雷斯顿挂了电话 靠在会议室门口的墙边 给自己点了根雪茄 他现在脑子有点乱 被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疯子打乱了套路 此刻他只想静静 借着抽烟的空荡 在脑中重新调整下思路 半小时的等待 这次打来电话的不是斯坦尼斯号航母 而是远在华盛顿的白宫 数分钟前 一架挂在有侦察吊舱的F22 从美国本土军事基地起飞 抵达了北大西洋那座小岛的目标空域 从F22那边反馈的图像来看 小岛却是不久前才遭遇了导弹打击 虽然没有人愿意接受这个现实 但事实已经摆在了所有人的面前 新国 不 星环贸易 已经具备了全球打击的能力 雷斯顿无言地将电话收回了兜里 转身回到了会议室内 好慢 江晨收起了手机 食指在桌面上交叉 微笑地看着坐回座位的雷斯顿 只是一发洲际导弹就想威胁我们吗 你以为美国有多少洲际导弹 雷斯顿面色阴沉地说道 那再加上这个呢 将它从丧尸身上弄下来不是很难 江晨伸手拾起了桌上那个被迪泰特抛下的瓶子 将它放到桌面上摆正 要试试爱国者三的拦截能力吗 为了你们在上万公里之外的小朋友 雷斯顿的瞳孔骤然收缩 迪泰特的表情也僵在了脸上 使用生化武器是严重违反国际法的 你确定要这么做 猴杰艰难的上下滑动了下 雷斯顿将双手搁在了桌子上 他只觉得此刻站在他面前是个疯子 别开玩笑了 你能保证美国在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候不使用核武器 我们不过是做了你们同样会做的事罢了 你出兵 我就把他装上弹头 要么共同和平 要么一起去死 江城冷淡的回应着雷斯顿的邓氏 一字一顿的说出了最后那几个字 导弹打击半径之内 没有任何人能置身失败 第587章星期六战争 雷斯顿选择了妥协 准确的来说是白宫方面选择了妥协 身为谈判代表的雷斯顿第二次与白宫通过电话之后 重新坐回到了谈判桌前 星环贸易必须从棉兰劳岛撤军 摩洛国独立问题我们可以谈谈 听到雷斯顿口中说出这话 迪泰特顿时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跳了起来 脖子和脸仗成了一片血红 对着雷斯顿吐沫星子横飞地骂道 这是赤裸裸的阴谋 你们背叛了你们的盟友 你们不觉得可耻吗 雷斯顿无动于衷地看着江城 无视了暴跳如雷的迪泰特 坐在一旁的埃里克看不下去了 轻声咳了咳 充当起了和适老的角色 开始安抚起迪泰特的情绪 撤军可以 但我们会在卡加岩市保留10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 我们准备在这里建立救助站 履行人道主义救援的义务 江城义正言辞地说道 这句话差点没把一旁的埃里克给枪拙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将人道主义当成幌子来搞驻军的 最多50人 而且不能部署战机 雷斯顿道 100人 说起来卡加岩市是摩洛国的领土 这是我们和第三方国家的协议 你们有权干涉吗 江城说道 雷斯顿看向了桑托斯 桑托斯笑着露出了满口白牙 还有那与他满身肌肉不服的狡猾 我们没有任何意见 欢迎星环贸易支援卡加岩市重建 以及投资棉兰老岛的产业 好 雷斯顿勉强点头道 接着是关于摩洛国领土问题的谈判 除了没有争议的棉兰老岛主岛外 苏鲁群岛 这个没得谈 迪泰特叫嚷着打断了江城的话 然而江城似乎并没有注意到他 继续说道 苏鲁群岛目前正置于摩洛国第十一游积旅的实际控制之下 实际控制是一方面 主权方面 联合国观察员埃里克刚开口 不过被桑托斯打断了 这里是主权文件 桑托斯将一叠文件放在了桌上 检验主权文件合法性需要时间 雷斯顿沉生道 更何况 你不觉得比起主权更应该注意苏鲁群岛人民的意见吗 毕竟在我们看来 人权高于主权 是吗 你们的标准似乎总是变幻莫测 比如在乌克兰西部各州人权高于主权 东部各州主权高于人权 江城嘲讽道 雷斯顿的表情有些尴尬 轻咳了咳 我们现在讨论的是苏鲁群岛问题 我提议全民公投 这样最公平 江城说道 不行 除非全体菲律宾人民共同参与投票 菲律宾的版图应该有全体菲律宾人一起决定 迪泰特拍着桌子叫嚣道 开玩笑 苏鲁群岛那帮刁民早就想分离了 岂能容得他们自己投票 正如迪泰特说的 就像一栋房子不能因为一个人要分家 所以拆了他的卧室 除非这栋房子里的所有人都同意他的选择 这是雷斯顿第一次在谈判桌上符合迪泰特的意见 苏鲁群岛是西里伯斯海进入苏鲁海的门户 在战略意义上 只要摩洛国控制了该地区 星环贸易的军舰将能随时开进菲律宾腹地 甚至挺进马尼拉湾 而在经济意义上 苏鲁群岛处在太平洋西部的岛湖带上 附近海域储藏有大量含稀土元素蒙结核等矿藏 由摩洛国控制就等于星环贸易控制 所以对于苏鲁群岛的归属问题 江城无论如何也不会让步 第一天的谈判 因为领土问题谈崩 双方只是各退一步地达成了停火协议 然后约定明天继续商讨和平谈判的事宜 领土上的分歧没那么容易解决 尤其是在阿基诺政府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松口的情况下 对此江城的做法倒是非常阴险 在进行谈判的同时 他在受益桑托斯 在绵兰老岛西段的三宝岩市 为3.4万菲律宾政府军俘虏家属 开放了探亲的渠道 允许探亲者入境 并最多逗留两日 在摩洛国士兵的带领下探访被扣押的亲人 这下可好 不见面的时候 这些俘虏家属还能保持理智 一见到自己的儿子 丈夫 男友被关在战俘营中 这眼泪和悲伤顿时克制不住了 虽然这些战俘并没有受到非人的待遇 但毕竟或多或少都带着凄惨的战伤 面对放人的哀求 摩洛国方面的回应坚决而强硬 我们渴望和平 但决绝向敌人妥协 如果你们想要你们的亲人回家 那就去求你们的阿基诺吧 选择权一直都在他的手上 只要他愿意在和平协议上签字 我们也能放下武器 回家与亲人团聚了 我们也是受害者 我们也渴望和平 这顶恶棍的帽子 就这么顺理成章地扣在了阿基诺的头上 接下来发生的事用脚趾头都能想到了 回到菲律宾的士兵家属 高举着抗议的标语 高喊着反战的口号 堵住了菲律宾总统府和阿基诺死人的宅邸 士兵家属的遭遇获得了菲律宾其他反战人士 和因为战争而失去了生活来源的市民的回应 抗议的浪潮一波接着一波 而且一波更是胜过了一波 江辰打出的这张温情牌 在经济早已不堪重负的菲律宾取得了超乎寻常的成效 只有少部分民族主义者高呼着绝不妥协 抗争到底将爸爸国拉下水的口号 坚决反对阿基诺在领土问题上妥协 但这些呼声已经是雷声大雨点小了 民众永远是善变的 和平年代 他们或许会因为心中的骄傲叫嚣战争 但战争年代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随着生活质量的下降 改变先前的主意 直到停火协议签署以来 星环贸易参战总共7天 而菲律宾货币却是贬值了接近20% 物价疯涨了50% 当初那些叫嚣着碾压新国 将帕努群岛变成菲律宾殖民地的猴子们 顿时冷静了下来 开始反思起自己的人生和价值观 迫于国内的压力 阿基诺政府在坚持了半个月之后 终于屈辱地回到了谈判桌上 菲律宾承认摩洛国独立 苏陆群岛 棉兰老岛 以及部分领海归属摩洛国 菲律宾五个师 从棉兰老岛 北苏立高省撤军 而相对的 星环贸易的护卫舰和潜艇撤出苏陆海 摩洛国两个游击师 从棉兰老岛北部的大布卡斯岛和西亚高岛撤军 将该地区控制权还给菲律宾 同时摩洛国方面与菲律宾双方均无条件释放各自的战俘 由此摩洛国终于完成了数十年来的独立诉求 成为了世界第195个主权国家 而失去了国内仅次于吕宋岛的第二大岛 菲律宾也因此一蹶不振 而促成这一切的星环贸易 已经隐隐成为了他们的宗主国 以及这场战争中的最大赢家 因为星环贸易是星期六介入的战争 而战争刚好打了一个星期结束 所以这场战争又被国际社会称作星期六战争 第588章 禁军医疗业 在和平协议的签署仪式上 江晨看到了阿基诺那张颇具喜剧色彩的马脸 不过那浮肿的眼圈和泛白的鬓角 却又是为这张脸染上了几分悲剧的色彩 在记者的镜头下 阿基诺走上前去 握住了浑身肌肉的桑托斯的手 桑托斯冲他咧嘴一笑 而他指的用笔哭还难看的笑容回应了下 最后 媒体的镜头定格在了和平协议的两双手上 两人分别在两份和平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并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宣布了内战的结束 在媒体的镜头之外 这场和平谈判的真正促成者 雷斯顿与江晨正远远地围观着这历史性的一幕 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 雷斯顿盯着江晨的眼睛 你已经触碰了我们的底线 想知道国会对于战争选项的投票率是多少吗 不想知道 江晨笑着摇了摇头 但你们应该也很清楚我的底线才对 一把手枪 无论有多少发子弹 哪怕是握在婴儿手中 那同样是野枪 倒不如说 因为握在婴儿的手中 这把枪反倒更危险 只要这婴儿不是太过贪婪 双方还是能够和平相处的 雷斯顿深深地看了江晨一眼 还有 CIA的探员会进入棉兰老岛搜寻失踪的F35飞行员 希望你们的人能够配合 这话你应该去和桑托斯说 他才是棉兰老岛的主人 不过我觉得 如果你们的人不探头探脑的到处描 应该不会被他们拒之门外 江晨微笑道 F35的飞行员江晨当然吩咐人搜寻过 摩洛国方面也派出了侦察员 沿着棉兰老岛的丛林山路搜索 毕竟一名美国飞行员可是谈判桌上的重要筹码 不过遗憾的是 星环贸易和摩洛国方面 都没有找到这名飞行员对的下落 乐观点想 那倒霉的家伙 没准已经被封给吹进了棉兰老岛的火山口 雷斯顿哼了一声 掏出火机给自己点上雪茄 然后坐上来接他的车子走掉了 江晨在仪式现场站了一会儿 瞻仰了下联合国国旗上那对飘扬的橄榄枝 嘴角勾起了一抹讽刺的笑意 在掌声响彻之前 他转身走掉了 战争已经结束 摩洛国总共欠下了星环贸易12.5亿美金 老实说 如果不是因为开战的理由实在太过绝佳 卡加严氏的生化危机引起了他的警惕 他还打算将这场战争再多拖上一会儿 摩洛国欠星环贸易的钱越多 星环贸易对他们的控制力边越强 摩洛国对于新国的依附性也就越强 棉兰老岛本来就是菲律宾最贫穷的南部地区 直接拿出12.5亿美元现金是绝对不可能的 这笔钱只能用当地丰富的未开发的矿产资源 和肥沃的土地来补偿 而这些东西也正是江城最想要的 这些资源和土地对于新国来说很重要 目前新国和末世那边 NAC的矿产资源和农产品大多来自澳大利亚进口 虽然新国与袋鼠的关系不错 但过于依赖美国的铁哥们显然不是什么好的选择 不过就目前而言 澳大利亚对菲律宾局势一直没有任何表态 显然他们也不想为了菲律宾去得罪经济前景一片大好的新国 目前在澳洲流行的孤立主义 以及在棉兰老岛登陆的千余名海军陆战队士兵 只在卡加岩市留下了100名士兵 与摩洛国的政府军共同维持当地的秩序 是的 他们现在已经不能叫游击队了 和平协议生效之后 他们已经成为了联合国认可的主权国家 而他们的军队自然也被冠以政府军之名 距离和平协议生效过去了三天 目前在卡加岩市东部盘踞着10万余丧尸 我们的计划是使用从菲律宾缴获的歇士坦克编程坦克营 收复卡加岩河的五座桥梁 然后用铁丝网拉起隔离带 逐步收复卡加岩市东部区域 此刻 站在江城旁边的是摩洛国第11旅的旅长陈志田 正在与江城讨论卡加岩市丧尸处理问题 不用这么麻烦 江城摇了摇头 陈志田将询问的目光投向了江城 等待着他的下文 T病毒 我们的科学家姑且给这些病毒如此命名 根据临床试验证明 这种病毒的抗紫外线能力很弱 体外存活时间很短 只要保持卡加岩市的封锁 疫情扩散的可能性很低 至于那些丧尸 等他们自己饿死就可以了 饿死 陈志田 诧异的看着江城 没错 江城点了点头 爆发在卡加岩市的丧尸 与墨市那边的丧尸存在着根本上的区别 这种区别主要就体现在治病激励上 一个是病毒感染 而一个是细菌感染 前者虽然摧毁了人的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 但却并没有解决丧尸的能源问题 后者为净化辐射细菌的变异种 在寄生宿主后可使宿主获得光合作用的能力 任何生物不进食就会死 哪怕是丧尸也摆脱不了这个自然界的基本法则 即便放着这些丧尸不管 只要他们不会啃食同类 撑死坚持一个多月 他们就会变成人干 到时候只要多准备几台焚化炉 将这些死尸处理掉就可以了 现在唯一比较麻烦的就是 这些丧尸因为失去了免疫系统 提表已经出现了腐烂的症状 如果不加以控制 卡加炎是将有爆发瘟疫的风险 目前国际救援组织的医生 已经进入了安全区 开始对安全区内的幸存者进行身体检查 这其中也有不少国际医药公司 丧托斯派来的研究员 谁都想率先弄清楚这病毒的秘密 研制出防御病毒的疫苗 在江臣的建议下 桑托斯推行了与阿基诺政府完全不同的策略 并没有阻止这些国际救援组织进入卡加炎市 毕竟摩洛国目前国力一贫如洗 没有能力独自承担疫情控制的任务 与此同时 未来人集团旗下公司 未来人生物召开新闻发布会 将进军医疗领域并向卡加炎市派遣了科研小组 参与T病毒疫苗的研发 不过未来人生物的CEO陶铭同时也表示 未来人生物的研究员将独立开展研发工作 不会与国际医疗团队展开技术合作 进军医疗领域是江城一直以来都有打算的 只不过T病毒的疫情将他的计划提前了而已 这次震惊全球的T病毒疫情将是个完美的切入点 未来人生物将利用人们对病毒的恐慌 一炮打响他在医疗领域的口碑 与此同时 为了预防这种病毒在自己的国家爆发 毫无疑问各国将会争先恐后的为这种疫苗买单 由县市的研究员将病毒的DNA信息扫描成数据后 江城直接带到末世那边 交给了因为大雪而无所事事的林玲 根据林玲的话说 解决这种病毒应该不是什么困难的事 就这样 时间很快变到了1月中下旬 原计划于1月初上线的虚拟实境网游 因为董事长遭遇坠机而调整到了1月底 现在差不多也快到了游戏开服的时间了 目前全球有接近1亿的幻影头盔用户 正在翘首以盼地等待着神级大陆的开服 不过就在这时 一则消息却是引起了江城的注意 第589章替我盯着他们 科罗岛 蔚来人大厦 这里是蔚来人集团总部大楼 如果不是因为这里禁止游客进入 这里绝对能成为仅次于海洋之心的科罗岛上 最富有观赏性的地标建筑 既然是以蔚来为主题 这东大厦的设计自然是充满了科幻感 437米高 拥有110层上层空间 以及20层地下空间 及写字楼、住宅、餐饮与一体的摩天大楼 尚可俯瞰科罗岛的全貌 终可满足蔚来人集团总部员工的办公住宿餐饮一切需求 下可充当容纳1万人规模的核岩体 当然 最后一个功能只是防患于未然 自从月初投入使用以来 位于安家岛的蔚来人生物、矿业、旅游等子公司 以及兴环贸易的文职人员办公的全部搬迁到了这里 目前蔚来人总部拥有员工6000人 占新国总人口接近两成 不得不说 这是个很恐怖的比例 此刻 坐在未来人集团的大楼内 夏施宇正站在江城的办公桌前 汇报着集团的近跨 虽然才刚上任一个月 但夏施宇立刻便展现了自己在管理上的天赋 用最短的时间熟悉了未来人集团的业务 并进入了集团CEO的角色 当然 之所以能在如此短时间进入这个角色 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在他担任集团CEO之前 江城总是把本该自己来做的工作甩给他来做有关 当然 江城这几天也没闲着 在处理完摩洛国的事务之后 他便回到了科罗岛上 过着往返于现世和末世之间的生活 好在他在两边都有能干的助帮手 来替他处理那些所谢的事 否则他真怀疑自己会不会患上精神分裂 武田制药 当听到这个陌生的名字时 江城微微皱起了眉头 是的 夏师宇点了点头 将平板电脑抱在了胸口 昨日午时 武田制药在东京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在T病毒疫苗研究上取得重大突破 只需要通过最后的临床试验阶段 就可以将疫苗投放市场 江城沉吟了片刻 伸手在一批上点了下 接通了林玲那边的通讯终端 哈喽 大变态 有什么事 穿着白大褂的林玲浮现在屏幕上 一边摇晃着锥形屏的不明液体 一边打着哈欠随口说道 江城眉毛抽搐了下 假装没有看见夏师宇那古怪的眼神 轻咳了下问道 T病毒疫苗的研发进展怎么样了 哼哼 本美少女科学家出手 自然是马到成功 弄完了你怎么不告诉我 江城没好气的瞪了她一眼 林玲吐了吐舌头 撅着嘴嘀咕道 你又没问我 放下了手中的锥形屏 她转身走到了一台仪器旁边 从上面取出了拇指大小的U盘 然后回到了通讯终端的旁边 伸出几只葱指在触摸板上飞快队的敲击了几下 克雷恩利子波将信息带到了现实这边 江城见一批上信号灯微微闪烁 便知道数据已经传输到了她的一批上 这边的研究人员什么研究都不需要做 只需要按部就班的根据林玲的研究成果 设计出疫苗的量产方案便可 安抚了吵着要芒果布丁的林玲 江城便结束了通讯 最终还是对上了夏师宇那古怪的视线 她是 蔚来人集团科研部的研究员江城严肃道 科研部这个神秘的部门一直是集团内的传说 没人知道她究竟在哪 只是通过遥遥设计的低级人工智能程序 从那边获取经过江城审核的数据 就连夏师宇这个集团CEO 对于这个特殊的部门也是不甚了解 她的年龄真的没问题吗 夏师宇汉言道 因为是电子人的缘故 哪怕是在过上100年 林玲的模样依旧会保持着16岁的样子 一直以来江城都在考虑 究竟该不该让夏师宇接触未来人集团的核心秘密 可是从她此刻惊讶的表情来看 或许这个时间还得往后推迟些 疫苗的相关数据从一批传输到了U盘上 接过了江城手中的U盘 夏师宇接着又汇报了神级大陆上线准备等相关事宜 然后便离开了办公室 靠在了办公椅上 江城闭着眼睛 反复思考着刚才夏师宇向她汇报的消息 其中有一条消息她最为在意 武田制药的T病毒疫苗已经进入了临床试验阶段 如此迅速地研究出了疫苗 让江城隐隐感到了一丝不寻常 武田制药吗 望着天花板喃喃自语了句 江城突然坐起身来 伸手在办公桌的电脑上按了下 很快 办公室的门再次打开了 这次进来的是阿依莎 由于是工作时间 此刻她的身上穿着的 也是和夏师宇差不多的西装革履 新国国家安全局的文职人员 也在蔚来人集团总部大楼内办公 包括她这位幽灵特工的总队长 不过幽灵特工的任务 通常是由安全局的人负责策划和指派 她的工作只是负责批准幽灵特工是否参与任务 所以还算是比较清闲 无需每天都到大楼内打卡 之所以此刻待在这栋大楼里 不过是因为江晨在这 有什么吩咐吗 恩 我需要你的人帮我留意一件事 阿依莎微微汗手 用眼神回应了江晨敬请吩咐 武田制药 黑船 只有这两个关键词 我需要你们从这两个关键词中 搜集到尽可能多的情报 替我盯着他们 时间转眼间就到了1月24日 还有几天就是大年三十了 为了赶在年前完成神级大陆的开服 未来人集团整个都忙碌了起来 不过对于年前的忙碌 却没有人感到丝毫的怨言 因为年关将至 发奖金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了 董事长在年会上说了 会给未来人集团的每一名员工都包个大红包 让每一位为未来人集团奋斗到年关的员工 都能回家过个好年 至于这红包的金额 当然是根据子公司的效益 员工的岗位 个人的绩效来评的 但无论怎么说 平均奖金在10万以上是跑不了的 另外 员工的奖金和高管的奖金是分开计算的 所以不存在拉高平均值的说法 像是子公司CEO分红少说都在千万美金以上 而夏世宇这样的集团CEO 一个亿是少不了的 毕竟今年未来人集团的盈利 因为幻影头盔超过一亿的出货量 净利润轻松突破了400亿美元的大关 其他子公司的财报也是彬彩分成 颇有亮眼之处 根据只有两人的董事会决定 未来人集团16年年度将拿出超过300亿的总利润进行分红 由此 江陈在海外的私人账户也正式突破了300亿美元 净的大关 再没有什么比分钱更令人开心的事了 虽然距离过年还有段时间 但公司里却已经开始洋溢着节日的氛围 年会上 江陈和员工们一起喝了杯小酒 对于员工们的热情 江陈自然是非常高兴 来者不惧地喝了几杯酒 他已经记不得了 他只是依稀地记得 喝醉的自己似乎打赌打输了 而且还在一群年轻男女的怂恿下 亲了一口下湿雨的脸颊 结果可想而知 如此轻薄的举动 闹得这脸皮薄的小妞 好几天都没有搭理他 第590章 神级大陆开测 在全球一亿玩家的乔首以盼中 造势已久的神级大陆终于开服了 为了容纳一亿用户同时接入游戏 江陈通过权限将位于科罗岛地下的量子计算机运算区间 开放到了90% 也正是因此 科罗岛全市的耗电量瞬间攀升了13.7% 为岛上的洋流发电机和风力发电站带来不小的压力 为了解决用电短缺 未来人生物不得不在西太平洋海域新增了十数平方公里的海藻发电田 满足未来人集团的供电 量子计算机的耗电量有多么恐怖可见一斑 值得注意的是 民用级量子计算机因为需要同时处理多进程的运算任务 所以耗电量才会如此恐怖 实验级量子计算机的运算性能 虽然远远强于民用级 但耗电量并没有这么恐怖 但同时也无法像民用级那样 为上亿的用户同时提供服务 为了应对现实这边不断上升的用户量 江陈指得不停地催促赵陈武的商队 尽快从上海市外弄来些新的量子计算机 否则什么 VR网购和VR社区根本没法展开 不过之所以找了这么久还没找到 赵陈武也有他的苦衷在里面 越是高科技的东西便越是金贵 不说经历了核爆 就算是没有核爆的摧残 十数年没人维护 废土上残存的量子计算机也损坏了不少 更何况这种东西在一般幸存者看来是毫无价值的 既不能吃也不能换成枪 整篇废土上估计也就NAC在收集这些游戏服务器 华国上海市一间普通的公寓楼内 一位戴着贫光眼镜的青年正握着鼠标 在笔记本电脑上浏览着网页 他的名字叫魏文东绰号影王 原英雄联盟职业玩家 王族电子竞技俱乐部荣耀会员 退役后当起了新纪元手游的主播 当然 因为他拿到了神级大陆的内测资格 所以又被王族俱乐部以2000万人民币的价给签了回去 所以他现在的身份又重新变成了王族工会的一员 这些天来 魏文东一直在关注未来人科技的动向 神级大陆的跳票打乱了他的直播计划 可让他意外的是 这非但没有影响他的人气 反倒是意外的掉足了他观众的胃口 每天他都会收到上百条观众的私信 询问他什么时候开始直播VR网游 对此他也只能苦笑着向那些粉丝们表示 这得问江城未来人集团的老总 因为最终开服日期将近 整个神级大陆的官网论坛上 都充斥着一股浮躁的情绪 点开论坛后 魏文东逐一翻看着那一条条没营养的评论 试图从网友们的直言片语中搜寻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内测机密 游戏第一手情报公布 请叫楼主雷锋 不用谢我 楼主傻叉 这也叫内测玩家 抹个机还不开服 到底开不开 再不开我把头盔卖了完别的去 互联网这么大 好玩的游戏海里去了 上面的楼主别跑 我出一万 头盔你卖我 联系方式 滚 劳资税都交了4000多 特地跑到新国免税店买的 没想到回来下个飞机 还是被刮了笔 哈哈哈哈 请允许4L做个悲伤的表情 顺便一提 如果楼主愿意卖 我出一万一 妹子球带 主牧师 奶足 么么哒 与昨天的论坛没什么区别 全都是些没营养的东西 虽然有些遗憾 但坐在电脑前的魏文东 反倒是松了口气 内测玩家是他唯一的优势 除了一些游戏的基本操作 常规任务位置 怪物刷新点之类的基础情报外 他还探索到了一个隐藏职业的就职任务 这些隐藏职业大多数都是唯一的 或者是存在数量限制的 他最担心的就是有其他内测玩家 同样探索到了这些秘密 而且将它们放在网上 不过现在看来 他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每一名试图在这款次世代全球性网游中 大展拳脚的玩家都是自私的 没人会随意暴露自己的底牌 总算是熬到了开服那天 魏文东调整了个舒服的姿势 带着头盔平躺在了床上 默念了开机的启动指令 那是一种灵魂飘向另一个世界的释放感 伴随着意识短暂的中断 当它再次睁开眼时 已经出现在了那个灰色立方体中 迫不及待地呼出了蔡丹兰 魏文东惊喜地发现 神级大陆的图标已经点亮了 是登陆许可 如未来人科技官方给出的解释一样 在人物创建完毕后 它在菜单中找到了录像按钮的悬浮光标 紧接着它又确认了登出游戏的图标 嗯 很好 登出游戏的标志也是亮着的 在进入游戏前它还想过 要是出现了电影中的剧情 进入游戏就被关在里面出不来了 该怎么办 不过现在看来 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虽然是开放世界 但新手村还是以副本形式出现的 这样也方便了新手们查阅攻略和交流心得体验 以快速上手 然而纵使如此 这编号00001的新手村内也是人山人海 放望去黑压压的一片 无视了那一长串的组队请求 魏文东熟练的打开了地图 在村中央设定了坐标 向那边快步走了过去 与其他在新手村到处乱晃 满地图跑到处观光的菜鸟不同 他们这些内测玩家 已经体验过了这种开放式虚拟世界的新鲜感 他们在第一时间走向了村公所的方向 找到村长领取了职业生涯中第一个新手任务 猎杀十只魔族铲除 获得魔除杀手的新手称号 以及三个银币和一根蓄魂蜡烛 不过在新手村的中央 他却是看见了一个奇怪的玩家 明明站在村长的旁边 却没有领任务 也没有和村长说话 只是摸着下巴念叨着 像是这村公所的房子 是不是小了点 街道果然还是太窄了 新手引导员的裙子 不够短之类 让人感到莫名其妙的话 突然 魏文东注意到了村长者脸上 一脸不耐烦的表情 顿时恍然大悟 莫非 这是隐藏任务 没过一会儿 那个奇怪的玩家和村长随便聊了几句 然后便走掉了 看来是接了什么任务 打定主意 魏文东也是有样学样的走上前去 也模仿着那名疑似内侧玩家的样子 在村公所的门口 装模作样的指指点点了一番 村长的眼神虽然不屑 却是无动于衷 那眼神仿佛在说 图样 图森破 见状 魏文东一咬牙 批评的声音也是渐渐高了起来 而问的问题也是遇见刁钻了起来 比如这门的风水不对 这窗的采光不好 这村长的能力只怕不怎么行 村长的脸也是像脸谱一样 开始不屑的一笑 再然后是看向了一边无视 最后渐渐的冷了下来 就在魏文东快要放弃了的时候 结果这村长却是跳了起来 指着魏文东的鼻子骂道 I'm angry 这 这居然还会说英语 然而村长并没有什么隐藏任务交给他 不只是如此 让魏文东欲哭无泪的事 无论他再怎么求这个村长给他新手任务 这个村长都不再理会他了 没了那根蜡烛 这新手任务的后续可就全都做不了了啊 NPC还会耍脾气 这游戏也未免太智能了吧 智能的让人蛋疼 看来他确实生气了 第591章报道手软 RT 摘下头盔 江晨打了个喷嚏 揉了揉鼻子嘀咕了句 谁在骂我 刚才他登陆了神级大陆 亲自体验了下那款由未来人科技设计的虚拟实境网游 在高中大学时代 江晨与大多数学生一样 也算是个半个网瘾少年 因为没女朋友 没课的时候没少和室友一起开黑打游戏 那时他就曾幻想过 如果他这辈子有幸见到小说中描绘的那种虚拟实境网游 那部网游会是个什么样子 他也曾幻想过自己就如小说主角那样偶遇某个特殊NPC 转职全服唯一隐藏职业 吊打高富帅 迎娶白富美 走上人生赢家的道路 不过很快他便意识到了这只是幻想 毕竟无论是高富帅还是白富美 似乎都不需要在游戏中寻找存在感 除非是特别寂寞的那种 不过幻想过如此多的未来 唯有一点他没想到 那就是这款划时代的网游出自他之手 而与此同时 虚拟实境的元年也由他揭开了这崭新的一夜 然而站在现在这个位置 他似乎已经没多少玩游戏的兴趣了 不过他还是创了个骑士号 在他的游戏中逛了圈 看着那熙熙攘攘的人群 端详着人们脸上对新世界的兴奋 也算是圆了过去的一个梦 下线后 江辰将头盔放在了一边 通过电脑打开了网页 果然不出他所料 网上几乎是被未来人科技和神级大陆这两个词给刷屏了 从开服之前 媒体便给予了这款画时代网游很高的期望 而今天开服首日的火爆 并没有给他带来更多的惊讶 只算是兑现了他向媒体描绘的神话 只算是让这顶 戴在未来人科技头上的王冠实至名归 随手点开了一个国际知名游戏论坛网站 江辰看到排在论坛首位的便是神级大陆的名字 上帝 我从未见过如此逼真的游戏 在见Gpong Steam已经从我的硬盘移除了 我想我大概有一段时间 不会对那些主机PC上的小游戏产生兴趣了 难以置信 那种真实的穿越感 就好像穿越到了另一个世界一样 差评 不能见女号 性别识别机能快去死吧 里面的NPC是人工智能吗 听说以后会出和谐补丁 能推倒那些NPC吗 我好像爱上新手引导员了 XD 好像随便乱先女孩子裙子会被关小黑屋 谁知道大概要关多久啊 急 看完了上述的评论 江陈嘴角略微上扬 市场对于这款游戏给出了极高的评价 如此一来 头盔的产能也就暂时不需要做出很大的调整了 照这个市场热度 就是在生产一顶头盔应该都没什么问题 不过为了保证市场不会过度饱和 而消化不良 还是将每个月的出货量控制在2000万件比较好 这些天来 江陈基本上都保持着朝九晚五的时间表 出现在蔚来人集团总部大楼顶层的办公室内 大多数时候他都是不上班的 只是对公司的发展做出个大方向上的部署 然后隔段时间就像个监工一样 将各部门的经理叫到办公室里问着问哪 这种规律的生活作息 对于江陈来说还是挺新鲜的 不过随着大年三十的到来 这段新鲜而短暂的日子也就这么的结束了 去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江陈没法在国内陪父母一起过个年 而是在末世那边度过了新年 不过现在父母就在身边 他的身上也没了去年那么多的麻烦事 自然是不会放弃陪父母一起过年的机会 虽然可能会让孙娇他们稍感些许遗憾 但江陈今年还是打算在现实这边度过新年 说到过年的事 阿依莎还闹了个笑话 因为将新年错误的理解成了华国的圣诞节 为了给江陈一个惊喜 小姑娘趁着江陈不在提前将家里摆满了圣诞书 彩带和铃铛还穿上了红色的短裙 扮成了圣诞女郎的样子 后来还是夏师宇纠正了她的错误 同她一起将这些小饰品收拾了起来 将家里恢复了过年时该有的样子 并且向她科普了过年一般是在父母家 而不是自己家这样的小知识 大年三十的当晚 江陈带着阿依莎去了父母家 因为住得很近 平时她偶尔也会和阿依莎来这边陪父母吃个晚饭 所以她父母那栋别墅的门钥匙她身上也有一份 将车停进车库后 她便牵着阿依莎的小手进了门 当江陈走进屋里的时候 二老正在准备年饭 负责照顾两位老人的保姆也放了假 所以此刻家里就他们两人在 其实一开始 江陈的想法是请个厨师来做年饭 不过按江母的话来说 年饭果然还是亲手做得好 所以她也就随了父母的意思 同阿依莎一起帮二老打着下手 办好了这一桌丰盛的年饭 在新国这边生活什么都好 就是亲戚朋友都少了些 没有爆竹声永远不会下雪 至于往年少不了的春晚 这边还是有的 在新国也能收看到华国的电视台 只不过这届和去年一样 歌功颂德的春晚依旧是草点满满 然而谁也没有在意春晚的内容 毕竟在这个时刻 重要的不是春晚在播什么 而是和谁在一起看 当年饭进行到了后半段的时候 门口响起了敲门声 江陈拉开门后 意外地看见夏师宇正双手提着一包鹤鲤 略显拘谨地站在门口 与江陈的视线对上 他立刻有些微妙地移开了视线 脸颊上那抹浅浅的红云 也不知道是淡妆的腮红 还是庆祝新年的喜悦 是 是妈叫我来的 拜年 站在门口 他小声说道 是老下家的门女啊 哈哈 客气什么 快进来吧 江陈还没来得及开口 他老爸的大嗓门便响了起来 难得在这一国他乡碰上老乡 自打夏师与他们家刚一绑过来 两家人便格外的亲近 经常互相串门儿 夏家的老头和江建国更是一对调友 天气好的时候 两人经常乘着游艇一起出海 也正是因此江陈一家的饭桌上 每天都少不了那熟悉的海鲜味 偶尔江陈也会带两条鱼去末世那边 和孙娇他们一起尝尝海味儿 江母很热情地将夏师与拉进了饭桌上 并频频向他的碗里夹菜 虽然他一再表示自己吃过了 但架不住江母的热情 还是吃了几口 对于老爸那暧昧的眼神 江陈苦笑着装作没有看见 上次年会上的那个吻 似乎给夏师与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以至于这些天来 他对他的态度一直都有些微妙 虽然谈不上躲着他 但总是让江陈感觉 他有些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自己 不过在这新年的氛围中 那抹青色的尴尬似乎很快便消散在了喜庆的氛围中 年饭一直磨磨蹭蹭地吃到了12点 喝了点小酒的江建国 早已经躺在沙发边上呼呼大睡了 乘着夏师与去洗手间的空荡 江母偷偷将江陈拉到了一边 看着儿子的目光带上了些许审问的异味 我怎么感觉 你和那个夏师与之间不对劲啊 要不你和我支个准 到底谁才是咱家未来的儿媳妇 你在外面赚多少钱妈不管 你啥时候让我抱上孙子啊 面对母亲的逼问 江陈支支吾吾了半天 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复杂的问题 最后还是善解人意的阿依莎替她解了围 对于她来说 这个问题是真的不好回答 且不说现实这边的不确定因素 末世那边还有几个呢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 如果妈真想抱孙子的话 指不定得抱到手软 第592章病毒疫苗 在新年的这几天里 江陈过得非常悠闲 虽然一直以来她也没怎么真正意义上的忙过 父母坚持要回老家那边去探亲 江陈便把自己的私人飞机借给了二老 虽然二老一直推辞不用这么铺张浪费 买个机票回去就足够了 但是江陈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意见 不仅如此 江陈还安排了保镖在旁边保护两位老人 与民航客机不同 她的私人飞机是加装了热诱坛的 像是飙枪 毒刺之类的防空导弹基本上是无效的 虽然她不认为会有人对她父母动歪脑筋 但小心点还是没错的 有兴环贸易的职业保镖在旁 有幽灵特工在岸 确保两位老人的安全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将两位老人送上飞机之后 江陈乘船静直前往了新月岛 将末世那边新出场的20台T3动力装甲 部署在了军火库中 在虚拟实境训练舱中 接受动力装甲操作培训的士兵 基本上已经完成了训练任务 在绵兰老岛问题上 新国已经与美国产生了摩擦 为了应对可能存在的威胁 新环贸易只能通过加强军备的方式 防患于未然 根据伊万传来的情报 目前卡加炎市绝大多数的丧尸 都已经停止了正常的生命活动机能 没有人类可供进食 而这些丧尸又无法啃食同类 会发生这样的结果也是理所当然的 摩洛国第十一旅的旅长陈志田 在与伊万通电话商量过后 向卡加炎市派出了清理者小队 在歇市坦克和联合国支援的重型卡车的配合下 身穿防化服和线弹枪的清理者从安全区出发 逐步回收散落在城市各个角落的死尸 这些尸体将会被送往部署在市郊区的焚化炉 在联合国观察员的监督下火化 257201人 这便是死在这场生化危机中的人 而这个数字由摩洛国方面完成了最终的统计 焚尸的吹烟为满目疮痍的卡加炎市更添了一丝凄凉 有人将这凄凉的一幕定格在了画上 生命的脆弱在那一缕清烟中被勾勒得淋漓尽致 而生者的背影更是衬托了此情此景的凄凉 这幅画最终被摆在国际画展上展出 令观者无不驻足默然 另一方面 随着武田制药推出的抗性药剂 也就是所谓的不合胃糖 该药剂在被临床实验证明有效后 安全区的幸存者们也终于迎来了隔离大门打开的那一天 不过 这种药片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那就是无法使服用者获得永久的T病毒抗性 最多三年的时间 就必须再次服用药片才能保证不会感染病毒 而且最关键的是 多次服用这种药片还会导致服用者对该药片产生药物抗性 并且下降对T病毒的自抵抗力 这种药片的临床试验结果刚一问世 便引起了江陈的警惕 拉迪斯夫曾向他坦白过 在执行任务之前 他曾服用过不合胃的药品 根据已经战死的黑船组织成员吉尔斯的说法 那便是抗丧失病毒的药 武田制药能这么快拿出T病毒的解药 这其中果然存在着蹊跷 不过目前还不确定的是 究竟是黑船组织控制着武田制药 还是双方存在着某种利益交换 无论怎么说 这家日本企业的行为都与玩火无异 不过目前掌握的证据尚不充足 拉迪斯夫的一面之词 并不能证明武田制药 与爆发在卡加盐市的生化危机 存在着直接的关联 日本政府也绝对不可能 因为江陈单方面的警告或指控 对本国明星企业做出制裁 江陈现在只能期待 已经动身前往东京的幽灵特工 能给他这边带来好消息了 在武田制药推出药片之后 未来人生物也拿出了相应的研究成果 注射式抗T病毒疫苗 该疫苗的接种者 将对爆发在卡加盐市的T病毒 将获得永久性抗体 至少在接种疫苗50年之内 不存在被该病毒感染的可能性 该疫苗一经问世 便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并且对武田制药的业务 产生了较大程度的冲击 毕竟无论是生产成本上 还是临床效果上 未来人生物研发出的T病毒抗性疫苗 都远胜武田制药一筹 只是产量稍稍逊色了些 为此武田制药不得不紧急召开新闻发布会 向媒体承诺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 研发出效果更强的抗病毒药剂或疫苗 因为疫苗问题得到攻破 驻扎在卡加盐市的国际医疗团队也相继撤离 目前未来人生物在卡加盐市投资新建了一座制药厂 将疫苗的日产量扩大到了10万以上 不少国际国家的卫生组织都向未来人生物开出了疫苗生产订单 根据陶明的给出的盈利预期报告 因为T病毒抗性疫苗在国际市场上的缺口 2017年未来人生物的盈利能力将有望突破120亿美金 明明只是年初 在做出如此盈利评估的时候 它的声音却是如此的肯定 然而纵使如此 未来人生物的财报也是绝对无法媲美未来人科技 这一点毋庸置疑 截止2月初 神级大陆已经走上正轨 媒体的反响也可谓是广复赞誉 根据未来人科技新任CEO宁华健的报告来看 目前神级大陆已经在全球拥有1.1亿活跃用户 作用如此庞大的用户群 即便游戏本身免费 也无需为盈利的是发愁 未来人科技在新纪元手游中积累了大量的运营经验 而这些经验其中有不少值得借鉴的地方 也被项目组运用到神级大陆这款虚拟实境网游中 比如拍卖行系统 时装系统等等 在不影响游戏性的情况下 最大程度的拓展了盈利渠道 不过随着全球开服的开始 还是有不少内测时没有注意到的小问题 也被运营部逐一发现 在漠视那边技术员的努力下得到了完善 比如有的人因为太过沉迷 一整天都泡在虚拟世界中 完全忘记了现实世界的白天和黑夜 虽说幻影头盔不会对用户的身体造成损害 但人长时间的躺在床上不动 本身就是一种对身体的摧残 这还不讨论吃喝拉撒的问题 对此杜永康和他的技术员们 在玩家的菜单栏里面设计了一个状态面板 根据身体反馈向大脑的神经信号 确定身体的饥饿 脱水状态一旦判定为非正常状态 就会在玩家的事与范围内提醒 如果玩家长时间不做理会 将启动强制登出的保护机制 另一方面为了防止玩家过度沉迷虚拟世界 未来人科技对玩家的游戏时间 也做出了一定的限制 根据玩家所在地区的市区时区 从晚上8点到早上6点的时间段内 玩家的经验金币收益是100% 进入白天时间段后 超过8小时的游戏时间会使玩家进入疲劳状态 收益只有正常状态的50% 连续在线时间超过24小时 两次上线间隔低于1小时 视为连续在线 会触发强制下线的保护机制 当然 本保护机制只适用于工作日 节假日会放宽对连续在线时间的限制 这也是考虑到不少人在节假日有玩通宵的习惯 以后未来人科技还会推出虚拟实境休眠仓 在营养业的保护下 用户可以长时间处于睡眠状态 而不会对身体造成损伤 届时 购买了象征着VIP用户尊贵地位的休眠仓玩家 将能够获得连续在线的特权 直到培养业消耗完 不过江晨倒是觉得 能买得起价值数十万美金的休眠仓的土豪玩家 应该也不会有那么多时间玩游戏才对 但他同时也很清楚 在不远的未来 虚拟实境的应用绝对不只是游戏 他将作为一种工具 彻底改变所有人的生活 第593章 量子通讯卫星升空 安家岛以南的荒岛 抛下身后滚滚的浓烟 星环贸易的火箭航向了那蔚蓝的晴空 而伴随着这枚火箭的升空 也标志着星国乃至全人类 第一颗量子通讯卫星正式启用 当然 公众并不知道这颗卫星的真实属性 星环贸易也为就该卫星使用了非经典信息传递量子通讯技术 而做任何说明 只是笼统地称 该卫星使用了创新型技术 使得接入WiFi的延迟 能被控制在20ping以下 该卫星将为新国全境提供免费的WiFi服务 作为公民社会福利的一部分 在提高新国民众对星环贸易对的评价的同时 也大幅度提高了帕鲁群岛的旅游评级 另外 由于卫星的覆盖范围较广 且服务接口存在较大的闲置 目前星环贸易的航天科技中心 正在与澳大利亚最大的电信运营商Telstra洽谈合作事宜 向澳大利亚的东部地区提供有偿的WiFi服务 真是没想到我现在又站在这个鬼地方看你们玩火箭 联合国国际航空组织的观察员亨利 此刻正戴着墨镜站在火箭发射场外 百无聊奈地看着那空荡荡的发射架 明明是2月份 但科罗岛的空气中已经带上了夏至的味道 而这份炎热在这座靠近赤道的岛屿上显得尤为明显 见周围没有媒体亨利把西服脱了下来勾在了胳膊上 一年24次发射计划 你要是闲钱多的话不妨捐点给红十字 我本人当然也在做慈善 至于红十字我的闲钱还没多到那种程度 江辰也遇到 红十字会在华国名声不好 在国际上也不是什么秘密了 任何博来品 无论是先进的商品还是思想理念 在本土化的进程上 多少都会出现一些或好或坏的变异 所以对于江辰的言语 每月都会拿出一部分工资做好事的新教徒亨利 只是哼了个鼻音 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多说 每次登上这座小岛 我都有种被文明社会给流放了的错觉 望着火箭升空 望着烟柱消散 亨利喃喃自语着说道 你应该觉得幸运 因为这里是人类的起点 未来的宇宙中心 就这里 亨利指的指脚下光秃秃的杀实力 讽刺道 除非人类的未来就是在海滩上晒咸鱼 对于亨利心中的怨气 江辰倒是可以理解 毕竟如果不是因为新国一整年的发射计划 他也不会被从繁华的华盛顿挑到这里常驻 每个月两次的对着那根烟柱发呆 不过晒咸鱼这种说法 莫名的戳中了江辰的笑点 于是江辰拍着他的肩膀 哈哈大笑道 那你就当在西太平洋的夏威夷度假好了 虽然这个假期可能会有点长 天天都享受着五星级酒店的款贷 换作我是你 肯定不会抱怨这么多 亨利瞟了江辰一眼 转身向港口的方向走掉了 已经确认今天的发射计划 与洲际导弹无关 他这个月的工作已经结束了一半 自然没有再待在这座岛上的必要 他现在只想赶快回到下榻的酒店 换身干净的衣服 再去酒吧喝两杯冰镇的啤酒 联合国给他开出的出差预算 只够他住快捷 不过星环贸易这边确实没有亏待他 不但让他将的住宿安排在了未来人集团总部大楼 还包了他的三餐 甚至还给他开出了每个月5万美金的公交补贴 5万美元都够买辆不错的车了 对于江辰的笼络 亨利一开始还有些推辞 但后来也就坦然接受了 毕竟每个月都要写两份报告 对于他来说还是很累人的 至于星环贸易发生的那些卫星 他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省去了关键部件检查的程序 直接在表格上填了常规型商业用途通讯卫星这种笼统的项目 反正在他看来就那么大点的方块 也不可能携带什么危险的战斗部件 而那火箭的构造也确实与洲际导弹无关 原本只是菲律宾对新国的发射计划颇有微词 自从绵兰劳岛导弹危机之后 美国及其盟友也开始拿新国的火箭发射计划说三到四了 和平协议生效后的第一件事 美国就通过联合国向新国方面施压 要求星环贸易公布洲际导弹数量 并上报所有海底导弹井的数量 对此江晨当然不会同意 并且提出对应条件 除非美国公布自己国内全部洲际导弹部署坐标 否则星环贸易方面也绝对不会公开 关于海底导弹井任何情报 开玩笑 你当小爷我傻吗 什么都告诉你了 这游戏还怎么玩 后来美国又提出新的交涉请求 要求新国方面提供有力证据证明 自己没有持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比如T病毒的病原体 这个很难证明 除非让联合国的观察员 把每颗弹头都拆开检查一遍 对此新国的回应也很直接 病毒疫苗正是新国企业未来人生物研发 作为对抗T病毒的主要贡献者 新国拒绝美方不合逻辑的指控 不合逻辑 确实不合逻辑 毕竟那场谈判的内容是对外保密的 美国方面根本无法拿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新环贸易 曾用病毒作为筹码 并且在谈判桌上威胁过他 可话又说回来了 即使是有证据 美国方面也绝对不会承认自在某种程度上 选择了妥协 并出卖了菲律宾的利益 不过即使如此 美国防部的白皮书依旧没有将新国纳入重点关照的对象 毕竟再怎么说 这个人口刚刚突破三万的小国还是太小了 即便在地区局势中闹腾的有些厉害 但根本不构成对美国霸权的影响 美国真正担心的还是新国向华国靠拢 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事 他们苦心故意在南海建立的岛链就不复存在了 不过就目前来看 新国的似乎没有这方面的打算 虽然航天活动异常频繁 但其并没有隐瞒发射程序的举措 这一点也让美国防部放心了不少 不过放心归放心 对于拥有洲际导弹发射技术的新国 白宫方面还是保持了最基本的警惕 CIA在科罗岛的活动频率明显有所上升 为了搜寻那根本不存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第二次发射任务毫无悬念的成功了 和亨利告别后 江陈建时间已经不早了 便打消了回一趟未来人集团的打算 坐在回家的车上 阿依莎向江陈汇报起安全局的工作情况 本月赴科罗岛旅游的美籍旅客中 已经确认两人为CIA探员 或至少受CIA雇佣 确认有间谍行为吗 暂时没有 阿依莎摇了摇头 那就暂时盯着 比起CIA的人 其实我更关心东京那边的情况 对武田制药的调查有结果了吗 暂时还没有 阿依莎有些遗憾的低下了头 在工作人员名单中 我们并没有发现田中抑郁这个名字 是吗 看来他们的保密工作做得不错 望着车窗外飞逝的街景 江陈随口说道 这只能说明两种可能 一种那就是武田制药与黑船组织无关 然而这时绝对不可能的 另一种情况则就有些危险了 那就是武田制药与黑船组织的合作 有日本政府的参与 毕竟就保密措施而言 一个私人企业不计成本的做到了如此程度 实在是有些违和了 我会增派人手 不用 江陈摇了摇头 顿了顿接着说道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他们很快就会有新动作 你们现在主要的任务 还是确保新国的国家安全 防止黑船组织 向国内渗透 在这一点上 星环贸易的士兵可以配合你们行动 明白 阿依莎认真地点头道 那发毒刺导弹 还有那牺牲了一座城市的病毒 已经充分表现了这个组织想要杀死他的决心 然而江陈并没有感到丝毫的胆怯 开玩笑 什么死亡威胁他没遇到过 在漠视那边 别说是丧尸了 死在他手上的肉扇和变种人都不知道有多少了 更危险点的死爪他都正面硬钢过 还会怕几只球尖的小老鼠 第594章免费WiFi 原本为新国国内提供网络服务的 是两家新西兰的电信运营商 可随着星环贸易的量子通讯卫星发射完毕 向新国全境提供免费的WiFi服务后 这两家外国的电信运营商 在新国的业务瞬间被击垮了 有免费的东西用 谁还会去用付费的 20Mbps的网速放到国际上 虽然算不上最快的 但肯定是够用的 20pin以下的延迟对于用户体验来说 也无可挑剔 毕竟就算这个数值再低上一些 人的肉眼也分辨不出来了 一颗量子通讯卫星的使用年限大概是5到10年 成本大概在1到2亿美金之间 星环贸易预计将向同步轨道发射 共计36枚算上火箭的发射成本 星环贸易平均每年在航天活动的预算 将达到15亿美金 因为末世那边资源稀缺 江晨也不希望将蒋林的时间浪费在生产这玩意儿上 所以便将量子通讯卫星的生产线整个转移到了现实 考虑到量子通讯技术必须严加保密 所以这条生产线也成了目前未来人集团中 自动化最高的生产线 85%的生产程序都由无人机完成 这种设计虽然导致了生产线的成本翻倍 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生产卫星的人工成本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 这些投入还是值得的 但无论怎么说 涉及到太空的项目依旧非常的烧钱 或许等以后太空电梯建成了 情况才会好上一些 对于外国电信运营商撤出 将成本着不能浪费的原则 以2.1亿美金的地板价收购了新西兰电信在新国的分公司 并接手了其全部接口设备和人才 业务重组后并入星环贸易网络项目部 为新国的互联网接口提供技术服务 因为数量问题 目前量子通讯卫星的功能 还只是相当于一个大型路由器 虽然这台路由器因为其特殊性 可以通过量子纠缠效应 观察上万公里外的弱电磁波信号 从而实现卫星与常规手机的互联网数据交换 但归根结底这台路由器 还是要与地面信号基站连接的 比如新国的用户想要访问美国的网站 虽然通过卫星上的网 但数据还是得依托地面基站走一趟海底电缆 量子通讯卫星的革新之处在于 将传统的用户光纤或WiFi加光纤 服务器数据传输模式 革新为用户卫星服务器模式 而其能够接受用户端上传数据的功能 则可是做是谷歌全球WiFi计划的升级版 等什么时候星环贸易的36枚卫星全部升空 WiFi信号覆盖了整个地球 到了那时才是海底电缆 开始从历史舞台退场的时刻 抛开一切技术面不谈 或许星环贸易提供的廉价气象观测服务 还没让新国的民众感受任何实惠 但免费WiFi计划已经推出便获得了如潮的好评 无论你是在家里还是在海上打鱼 只要你还在新国境内都能连接上WiFi信号 一开始星环贸易宣布通过卫星向新国全境提供免费WiFi时 国外那些专家是不屑一顾的 然而当他们发现 星环贸易真做到了的时候 这些专家教授则是全都傻了眼 各大学和科研机构几乎打爆了星环贸易的电话 而对于外界的询问 星环贸易给出的答复则是非常官方 一通讯并未超光速 二具体信号传播途径涉及企业机密 不予以任何回应 不过说来也好笑 这项划时代的技术首先吓坏的不是那些专家教授 而是数千公里外的某电信 连筒 移不动 虽说卫星必须依托地面接口才能为用户提供WiFi服务 可这接口的位置不一定得在国内放到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都行 也就是说 星环贸易只需要在星国保持一个较大的互联网接口 就能通过量子通讯卫星对任何被信号笼罩区域的用户提供WiFi 而这些用户是通过星国的接口接入互联网 跟所处国家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对于某些人来说 这简直是个恶耗 免费WiFi 全境覆盖 这简直是抢钱 CTV等多家媒体连夜发声 质疑星环贸易的免费WiFi计划 或将违反澳洲 新几内亚等周边邻国的法律 就连柳家想帮忙都帮不上 电信行业牵扯到太多的利益链条 就算是柳家 也不可能独自面对这些反对声音 在官媒发话的第一时间 柳湘国将电话打给了江陈 你做这事有些欠考虑 欠考虑 接到电话的时候 江陈还有些莫名其妙 他不记得自己最近有在华国展开任何业务的计划 难道是您华见那小子犯了什么事 当听完柳相国的话 他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于是哭笑不得的解释道 免费WiFi只会在新国推行 是作为新环贸易对新国国民的福利 不可能在其他地区推行 最近我们与澳大利亚的Telstra电信运营商洽谈的合作项目 也是以15澳币的包月价向个人用户提供账号上网的服务 15澳币相当于11.6美元即75元人民币 这样的价格对于平均上网资费在60澳币且还限流量的澳大利亚人民来说 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只有少数地区因为有NBN计划的接入点 才能享受不限流量高速上网的服务 听到江晨的话 柳相国稍稍松了口气 我再多问一句 你和澳洲合作的项目 接口用的是哪边的? 可以是新国 也可以是澳洲 不过Telstra很热情地表示 可以把接口维护的事交给他们 所以我们就将澳洲地区用户的接口交给Telstra去做了 毕竟维护网络接口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靠在了办公椅上 江晨习惯性地右手转着笔 左手握着手机向柳叔解释道 说起来他现在还是有些纳闷儿 星环贸易从来没有在华国展开任何业务 唯一的两个海外业务 除了摩洛国与菲律宾的内战之外 也就最近与澳洲的Telstra在WiFi业务上的合作了 也就是说 如果澳洲人想用你们星环贸易的WiFi 走的还是澳洲运营商的接口 说起来也挺好笑 柳相国和江晨都不怎么懂这些专业知识 两个人互相讨论这些问题怎么看都有些不懂装懂的味道 理论上说 是的 江晨勉强点头道 虽然他很想给这老头子补充一句 这并非必须 但他转念寻思了一下 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听到江晨肯定的说法 柳相国笑了笑 原来如此 那我就放心了 不过你这WiFi 在国外搞一搞也就行了 你懂我的意思 你不想免费上网吗 江晨表情古怪的问道 你认为柳家缺纳点网费吗 柳相国哈哈笑道 江晨愣了愣 了然了这老爷子的所指 随即也跟着笑了起来 说的也是 与柳叔寒暄了一会儿 他便挂断了电话 有未来人集团 每年十几个亿的养着 柳家确实不需要 为家族的账目操太多心 只要未来人集团 不做出什么太过出格的事 以他柳家的能量 还是能挡得下来的 所以这笔钱 他们还能拿很久很久 几百块的网费 沧海一速尔 第595章 贪心的无可救药 挂了柳相国的电话 江晨建差不多也到午饭时间了 于是便将手边的事放在了一边 推开门向电梯的方向走去 未来人大厦地上部分 一共110层 其中有五层是餐饮空间 中餐西餐一应俱全 由国未来人集团出资 既知名餐饮企业承包 为整个大厦内6000余名员工 提供餐饮服务 未来人集团很有钱 不只是体现在董事长的账户上 同时也体现在每一名员工的工作生活 以及账户中 江晨从来不会亏待自己的员工 每年未来人集团的奖金 都丰厚到令人发指的地步 低廉的科研成本和无与伦比的市场竞争力 为未来人集团带来了广阔的盈利空间 对于公司的员工 江晨所要求的仅仅是他们拥有 接受新知识的领悟力 以及最关键的归属感与忠诚 江晨的办公室位于上层办公空间 也就是整栋大厦的最顶层 若是在公司内用餐 他通常都会去位于100层的餐厅 一边俯瞰着这座因他而改变的小岛一边用餐 他总觉得胃口会特别好 八成熟的澳洲炭烤牛排 一份意面 土豆泥加荷包蛋 还有一碗香浓的鸡肉蘑菇汤 靠左侧窗边的位置是他的特等席 因为江晨总是坐在这个位置 公司内的员工都很默契的为董事长留了出来 尊敬会产生距离感 虽然江晨的表现足够亲民 甚至可以说是毫无官僚做派的架子 但员工们依旧习惯性的在工作和生活间留出了这样的距离 这一点就体现在每一位见到江晨的员工都会热情的打招呼 在休息时间也很乐意和江晨聊上两句 但吃饭的时候一般都不会有人坐在他的对面 如果餐厅内不是很挤 甚至不会有人坐在他的附近 一方面是怕冒昧的打扰了他 另一方面则是不确定他是否需要 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恐高 毕竟这是一百层楼的窗边 江晨将这种现象戏称为王霸之气 不过他本人并不在意 毕竟他是个喜欢清静的人 今天的牛排不错 阿依莎不在真是可惜了 切下一块牛排放进嘴里嚼了下 江晨满意的点了点头 阿依莎对于牛肉情有独钟 不过今天他在新月岛那边处理幽灵特工的相关事物 所以没有出现在蔚来人大厦内 就在江晨一边百看不厌的欣赏着窗外景色 一边向嘴里送着美味时 高跟鞋的声音在他的耳边渐渐靠近 很快那人便端着餐盘坐到了他的对面 看到那张靓丽而清冷的面孔 江晨的叉子在嘴边停顿了两秒 但很快便恢复了常态 冲他笑了笑 今天在这吃 我一直都在这吃好吗 将餐盘再摆到了桌上 夏师宇很随意的说道 水果沙拉玉米汤牛角面包没有肉 见江晨盯着自己的餐盘看 夏师宇不由疑惑的歪了下脑袋 有什么问题吗 没什么 你吃得饱吗 江晨有些汗颜的问道 恩 因为 因为长时间坐着 所以大腿掌肉了这句话 夏师宇怎么也说不出口 所以他难以启齿的张了张嘴 将这句话又是强行咽了回去 改口道 胃口不是很好 多注意身体 别感冒了哦 一边咀嚼着 江晨一边叮嘱道 都瘦成这样了 还不多吃点 真是让人担心刮台风的时候 会不会被吹走 并不知道江晨此刻的所想 一口咬碎了小西红柿 夏师宇小声应道 恩 自从上次年会上的那个吻后 两人很久都没有这么 一起边吃边聊了 不过前段时间的那次年饭 虽然什么都没做 但却是很神奇的 拉近了两人之间对的距离 深入接触之后就会发现 脸上总是冷冰冰的夏师宇 意外的是个很好相处的人 有时候江晨也觉得 就保持现在的关系也挺不错的 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 两人都能无话不谈的商量 虽然他也知道 这是不可能的 两人聊着聊着 就聊到了工作上的事情 想到刚才柳向国的电话 江晨便把两人在电话中的谈话 告诉了他 14亿的市场我们得先放一放了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江晨扎了扎嘴 虽然说得轻松 但他心中还是非常不舍的 根据2016年年底公布的统计结果 华国网民数量已经突破了7亿 比整个美国的人口还多一圈 哪怕每名用户的上网资费设在每月10元 那也有每月70亿人民币的收入 每年少说也有129亿美元的收入 假设为7亿用户提供WiFi服务 需要7台大型量子通讯卫星 每年的维护成本大概在7亿 扣除税等其他一切成本开支 净收入突破50亿美元 绰绰有余 毕竟星环贸易无需线下网点 充值可以靠网银 获取服务只需要一个账号和APP 但是人工成本和房租就省掉了一大笔 别看电信垄断赚钱 15年3312.02亿元的营收 净利润也不过200.54亿 我是蔚来人集团的CEO 你是不是找错商量对象了 下施雨也遇到 卫星WiFi计划是兴环贸易的项目 而兴环贸易这种不追求直接利润的军事性质公司 虽然在业务上是服务于蔚来人集团的 但无论是股权上还是管理权上 两者之间都是相互独立的 有什么关系 反正卫星WiFi计划的软件维护服务是由蔚来人科技提供的 而且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江晨说道 国内势力错综复杂 我的建议是保持谨慎 尽量少去触碰那些利益链条 夏师与陈吟的片刻 谨慎的提议道 以避免对我们集团的其他业务造成影响 那就是放着这一百多亿美元不要咯 向嘴里塞了颗小西红柿 江晨叹了口气道 当然不是 夏师与的红唇勾勒了一抹自信的弧度 如果星环贸易的WiFi覆盖了全球 彻底架空了海底电缆提供的互联网服务 他们还能拒绝你吗 听到夏师与的话 江晨先是一愣 随即萨然一笑 两人意外的能想到一块去 拒绝 那也得离开得了 用完餐后 夏师与拾起餐巾 秀气的擦了擦唇边白白的沙拉酱 看着依旧对付着牛排的江晨 他犹豫了片刻 开口道 我可以 也问你一个私人的问题吗 问吧 江晨很大方的说道 你是怎么看待阿依莎的 江晨的叉子停住了 有些后悔刚才答应的这么爽快了 这是工作上的问题吗 现在是午休时间 闭上眼睛 江晨思索了片刻后 轻声说出了夏师语绝对不会愿意听到对的话 重要的人 眼中闪过一抹黯然 夏师语微微低垂了视线 那你怎么看我 看着他的脸 江晨认真的说道 重要的人 那黑色的瞳孔中 惊喜与羞怒两种截然不同的色彩交错而过 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样的回答 夏师语轻咬着夏唇 起身默默地端起了已经吃完了的盘子 在路过江晨旁边时 他狠狠地踩了他一脚 不理会江晨演技浮夸的惨叫声 他快步走掉了 用餐巾纸擦了擦皮鞋上的灰字 江晨表情古怪地望着那窈窕的背影 最终叹了口气 有时候他自己都觉得自己简直是贪心的无可救药 第596章全球局势 虽然被夏师语踩了一脚 但江晨却觉得心情格外的愉快 不要误会 这可不是因为他是个M 只是看到一只不苟言笑的夏师语 偶尔露出如此的小女儿态的表现 他感到有些新鲜 回到了办公室 江晨心情大好的从秘书手中接过了整理好的文件 开始了今天下午的工作 未来人集团的产业已经逐步拓展到了全球 身为对公司发展做出大方向规划的董事长 读书看报关注全球局势也是江晨的必修课之一 17年的2月 美国国会正式通过国防部预案 在关岛军事基地永久性部署最先进的萨德系统 以替换部分服役时间较长的爱国者3防空导弹 叫于名号响亮的爱国者反导拦截系统 萨德的性能更加全面 特别是萨德的拦截高度达到了40到150千米 即大气层的高层和外大气层的底层 这已经覆盖了射程3500千米以内弹道导弹的飞行中段 即洲际弹道导弹的飞行末段 从而实现大气层外导弹拦截 与此同时 美国国会正在讨论是否将替换下来的部分爱国者3防空导弹低价处理给菲律宾 并研究这是否会引起华国方面的不满 对于这萨德系统 江晨并不是很担心 这玩意儿在夏威夷也有 但依旧没有捕捉到飞行在近地轨道的海豚石 萨德索佩雷达虽然拥有当今最先进的有源相控阵雷达 可用于对敌方发射的弹道导弹 进行早期预警跟踪并对其飞行的末段实施拦截 但燃并卵 想要在发射阶段捕捉到海豚石并进行反导拦截 还需要全世界最先进的无源相阵控雷达 当然 美国是绝对不会承认这是在提防星环贸易 只是对媒体解释 这款导弹是为了遏制朝国的冲天炮某部 洲际导弹 另一方面是国际能源峰会在华国上海时召开 会议上各国首脑对液研器开发 可燃兵开采技术研究进展 以及新能源应用等领域展开了全面的交流 这次会议对于布局纯电动汽车电池领域的未来人重工来说 无疑是个天大的利好 通过PCT途径申请的 关于固态里空气电池的电机材料 模部件 新型电解液 高能添加剂等 共计147项专利 已经得到了各国专利局的认可 对于未来人集团首次注册专利 各国专利部门也是不约而同的表示了欢迎 与此同时 未来人集团的汽车电池项目部的技术源 也消化了江陈从末世那边带来的 直领先现实半部的技术 自主研发并设计了初代MIX1型纯电动车电池 而这款MIX系列的尺寸 也将在未来的十数年内 作为所有先进纯电动汽车的标准而存在 目前 MIX1型电池 已经在新几内亚建厂生产 而获得了江陈投资的卢尔卡汽车公司 也拿到了第一批电池的订单 并推出了新款纯电动汽车 率先登陆了法国汽车市场 在获得了法国新能源项目基金补贴的同时 以6万欧元的价格赢得了中 低档消费者的青睐 与此同时 卢尔卡汽车公司在欧交所第二版上市的申请 获得通过 以15欧元的价格公开发行1000万股 共计1.5亿欧元 占总股本的20% 市盈率为11倍 由此 卢尔卡汽车公司第一大股东江陈的持股比例 也有80%变更为64% 在上市当日 卢尔卡公司的股价便由15欧元最高涨至18.3欧元 最终稳定在17欧元附近 江陈在慕尼黑车展上 以1亿美元融资收购的卢尔卡汽车公司股份 因为上市变成了7.6亿美元 不过这只是个开始 等卢尔卡汽车走法国 走向欧洲乃至世界 这家汽车公司市值突破百亿是迟早的事 毕竟纯电动汽车才是未来 燃油汽车就像蒸汽机车一样注定走进博物馆 在历史的车轮面前 这点毋庸置疑 最后是来自欧洲方面的消息 从16年初的巴黎剧院 再到比利时车站 再到年末的德国慕尼黑 恐怖主义之火 在彻底点燃欧洲民众恐慌的同时 也点燃了不可遏止的民族主义之火 恐慌永远是仇恨的催化剂 上个世纪 人们因为破产而恨上犹太人 而现在 每一名曾经的世界圣母 都不再会为杀死难民而产生负罪感 首先是德国更激进的新选择党上台 当首克里特佩特里担任新首相 宣布德国不再是全世界的难民营 难民不再享有本国国民的待遇 任何非法入境者都将受到制裁 如果不能在这里找到工作 那就滚出去 对于恐怖分子 恢复死刑 全国反恐部队 扩军 一切反恐行动 直接击毙 克里特的疯狂举措 引来了人权组织和圣母的非议 但却获得了绝大多数德国人 尤其是慕尼黑人的支持 接着是法国 那里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大本营 再然后是比利时 紧接着英国也顺势响应 虽然不似新选择党那般激进 但却也不遑多让 这是否解决了问题 可能没有 甚至可能将问题变得更糟糕 但讽刺的是 困扰欧洲已久的难民问题 和欧盟分家危机 却是得到了完美的解决 同理念的政府之间 永远能做到最大程度的理解 曾经在欧盟这张桌子上 十数张嘴为了一个问题争吵不休 闹得快要分家 现在虽然依旧是十数张嘴 但坐着的人却摆着相差无几的脸 大家都是一家人了 至少在难民问题上 原本争吵的欧盟会议再没有任何分歧 从这西欧的去圣母化运动背后 江辰隐隐看到了罗斯柴尔德的影子 看来埃夫林失败了 虽然江辰帮他逃到了奥地利 但果然仅凭一名副总理的力量 显然还不足以 与罗斯柴尔德这个老牌贵族抗衡 更何况 这背后还不一定只是罗斯柴尔德的力量 而这老牌贵族的那些盟友 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将报纸放下的时候 江辰心中突然浮现了一个古怪的念头 说起来罗斯柴尔德家族 也与金苹果有关 那么他们代表着的究竟是哪方的利益呢 九十多年前 地球文明最黑暗的时刻 物竞天泽 浩子格里泽五八一行星起航 与此同时 维利会在罗斯柴尔德的支持下成立 与沟通天堂的金苹果 一同辗转于纳粹之手 访问欧洲的日本天皇 在见识了欧洲的强盛与天文学家菲利特之后 也萌生了借天兵以嚷四夷的念头 所有的一切都与二十点五光年之外纠缠 就如一只蜘蛛 截出了一张看不见的珠网 迷蒙住了历史的一角 江辰有种说不出的预感 他距离真相已经很近了 甚至已经站在了真相的门口 可他会是什么呢? 第597章发展瓶颈 随着神级大陆的开幅 未来人生物进军医疗业 未来人重工第一条 MIXE型电池生产线投产 江辰很清楚地感觉到 未来人集团的发展 已经进入了瓶颈期 任何企业在向大集团演变的时候 或多或少都会面临类似的局面 而原因可能来自很多方面 比如反垄断调查 比如因对现状的自满 而忽视技术更新 最终失去市场竞争力 前者的代表有被拆分的摩根集团 以及差点被拆分的微软 后者有被康百兼并的数字设备 80年代仅次于IBM的第二大信息系统公司 很幸运 未来人集团不存在 这两个制约着世界80%企业 向着能够左右世界经济走向的 大财团演变的桎 因为新国永远不可能 对未来人集团展开反垄断调查 未来人集团本来就是依靠高科技起家 但这瓶颈依旧存在 而导致瓶颈出现的最关键的因素便是 人手不够用了 一直以来 未来人集团的人才来源 都输依靠国际猎头市场 以及各地区分公司的招聘 但这些来自国际猎头市场的人才流动性都非常高 且安全性也很难确定 少数能确认底细的才能委以重任 而多数有能力但无法确认背景干净的人才 就算猎头公司强烈推荐江辰 也不敢随便乱用 这也就导致了未来人集团人才来源面很窄 虽然每天都有新员工入职 但依然跟不上全球数个子公司业务扩张的速度 尤其是管理型人才 相比起技术型人才 管理型的人才缺口非常大 而偏偏集团内的储备却很少 这也是最让江辰头疼的地方 愿意到未来人集团工作的人很多 但愿意拖家带口移民到新国 在科罗岛上工作的人才却不多 新国流动人口很庞大 旅游高峰期那段时间甚至能突破五万 但常住人口却只有三万人 很难想象这么一个教育水平不算发达 劳动力短缺 市场不活跃的小国 能够支撑起如此庞大的跨国集团 其实如果当初未来人集团在国内发展的话 或许就不存在如今这些问题 但相对的或许未来人集团 即便有一身的技术 也难以发展成如今的庞然大物 只能说当初的出走有利有弊 虽然江晨也有投资在科罗岛建设高中 大学等教育设施 安排科罗岛社区大学的毕业生 进入集团实习培训 但这些都很难在短时间内见效的 未来人集团想要更快的发展 必须提高新国的移民吸引力 尤其是对那些高科技人才的吸引力 或许那个计划得提前了 不过就在江晨为人才的事发愁时 那位来自慕尼黑大学的阿莫斯博士 却是发了封邮件到了他的私人邮箱中 让他去一趟他的实验室 自从阿莫斯博士在未来人集团入职之后 他便一头钻进了江晨为他准备的实验室中 整天泡在里面钻研D家家编程技术 以及初级人工智能数据库 后来更是将实验室的前台改成了客厅 休息室改成了卧室 放着江晨送他的海景别墅不要 将这里当成了员工宿舍 对于他能脱家带口的来到新国这边 江晨自然也是给予了他很大程度的信任 在签署了保密协议之后 便将手上的先进计算机技术交给了他去研究 现在他似乎研究了些成果出来 阿莫斯博士的实验室在未来人大厦的地下一层 当江晨敲响门的时候 替他开门的是阿莫斯的女儿 那位金发的小罗莉米利安 很礼貌的让江晨在客厅稍等 扎着金发马尾辫的小女孩 切生生地跑进了屋内 喊来了他的爸爸 好久不见 阿莫斯博士 江晨从沙发上起身 笑着像穿着格子衬衫和牛仔裤的阿莫斯 走了过去 随便坐吧 不用客气 让我看看冰箱 可乐 橙汁还有香槟 你要哪个 阿莫斯打开了客厅的冰箱 语速很快地说道 看得出来 他似乎很忙 白开水就行了 江晨笑道 听说你找我有事商量 没错 阿莫斯替自己倒上了一杯可乐 然后又替江晨倒上来一杯白开水 走到了沙发边上坐下 顿了顿接着说道 还记得去年你交给我的任务吗 那个编程语言我已经基本掌握了 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 发明这种编程语言的人简直是天才 还有那个初级人工智能数据库 可以让我见见他们的设计者吗 听到阿莫斯的话 江晨不由做了个无奈的表情 怎么每个人的反应都差不多 生物学博士詹书杰也好 告航天的克尔温那家伙也好 这些各领域专家 在见到他拿出的新技术时 第一句话基本都是想见见设计者 抱歉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暂时无法为你引荐这两项技术的设计者 不过最慢也就几年的时间 你或许有机会见到他们 对于江晨的解释 阿莫斯倒是表现得非常理解 没像詹书杰和克尔温反映的那样强烈 保密协议吗 我理解 毕竟这两项技术的商业价值巨大 尤其是人工智能 不 不只是商业价值 如果运用在军事领域 已经在运用楼 打断了阿莫斯的话 江晨笑着说道 不过还希望你能够对外保密 尴尬的看着江晨 但阿莫斯还是说完了心中的担忧 那将是一场对全人类的灾难 你的观点和霍金很类似 而我也很认同你的观点 江晨向后靠在了沙发上 端起水杯抿了口 润了润嗓子 接着说道 但需要补充的是 不加以约束的人工智能 才会成为人类的灾难 不说这些了 你找我来的目的 肯定不是为了和我谈论技术安全的吧 阿莫斯点了点头 当然 您知道的 我是信息技术和机械工程的双学位博士 主要的研究领域在机器人和人工智能这两块 说着 这位博士对着切生生地靠在客厅门边上 偷偷看着客厅内的米利安招了招手 小萝莉很乖巧的明白了爸爸的意思 甩过松鼠尾巴式的金色马尾便消失在了门口 不一会儿 他便端着爸爸的笔记本电脑走进了客厅 这是我设计的机器人以及配套的系统程序 将笔记本摆在茶几上打开 阿莫斯习惯性地戴上了插在领口的防辐射眼镜式 握着鼠标点开了桌面上机器人图标的程序 然后将电脑转向了江辰这边 加正机器人调用了初级人工智能数据库 以及D++编程技术 包括人脸道具识别 动作系统在内的主控程序大概12G 这上面是概念图 看过超能路战队吗 你可以将这玩意儿理解为擅长家务活的大白 第598章说到机器人和女仆 超能路战队江辰当然看过 对于那个平时憨态可居 打起架来酷炫NB自带暖男保姆属性的大白 他当然不可能不印象深刻 即使从商业的角度来看 大白也算是近年来迪斯尼塑造的 比较成功的卡通形象了 加正机器人大白江辰饶有兴趣的看着电脑屏幕上的三维概念图 用鼠标拖拽调整着图像的角度 人形的结构外部由聚以吸材料覆盖 为了避免触发恐怖效应而引起用户生理上的反感 机器人的脑袋特地被设计成了长锥形 而其他部件依旧还原了人的身体结构 腿部设计为滑轮移动 双足步行两种模式 分别对应平地和楼梯两种地形 看得出来阿末斯还是谦虚了 不只是机器人和人工智能 对于人体工程学 他显然也有着颇深的造诣 扫除 洗盘子 简单的烹饪技能 甚至是修灯泡 水龙头 以及简单的木工 功能不错 不过会有市场吗? 江陈注意到 机器人设计图上写的骨骼用的是钛合金 而包裹机器人全身的特殊聚乙烯材料 量产成本也不是很便宜 这机器人的售价只怕不会很亲民 如果不是特别懒的话 那点儿家务活应该还是能自己做的吧 没有低端市场 但中高端市场还是有的 因为生活习惯 亚洲人或许不需要 但美国人一定会喜欢 美国的人工成本非常高 而偏偏美国人在生活上又特别懒 可以想象 这样的家政机器人在美国 欧洲各国的市场前景都非常的不错 至于亚洲市场 冲着蔚来人集团的品牌 销量应该也不会很差 对这个停留在概念图阶段的机器人 江辰是越看越觉得满意 不只是对这个机器人 对阿莫斯本人他也是非常的满意 严格意义上来讲 这将是县市自主研发的 第一款近蔚来产品 这位来自慕尼黑的博士 果然没有辜负他的期望 不但以初学者的身份 消化了来自末世的计算机技术 而且还设计出了这种有趣的玩意儿 这款产品我很满意 不过初级人工智能数据库 和D++编程语言 我知道 这些都是企业机密 这台加正型机器人 可以算作指未来人集团的财产 我唯一的要求就是 在这款机器人的开发者中 数上我的名字 阿莫斯立刻说道 不 你误会我的意思了 江辰摇了摇头 接着说道 软件和机器人是你设计的 当然会数上你的名字 这款机器人 将由未来人重工进行生产 而生产线方面 我希望你能一并设计了 未来人集团将以数据库授权 和2亿美金投资该项目 占该项目的八成股份 你觉得如何? 阿莫斯愣住了 他实在没想到 江辰会如此的大方 这款加正型机器人 他从很早以前就开始研究了 但因为技术上的瓶颈 一直以来 他都无法将系统程序占用内存 控制在主控芯片 能够负载的范围内 要么削减机器人功能 要么重新设计内存更大 CPU性能更强的主控芯片 但是D++编程语言 完美对的解决了他的问题 调用部分初级人工智能数据库 又使得他能够将这款机器人 做得更加人性化 逻辑应答更接近于活生生的人类 为此他还专门为这台机器人 设计了一款类似于 未来人1.0重小白的智能程序 使机器人能与用户进行日常对话 可以说 如果没有未来人集团提供的 初级人工智能数据库和D++编程语言 他根本不可能完成这台 次世代加正型机器人 更何况 他完成该机器人的最终设计 用的是未来人集团队的实验室 在法理上来讲 这台机器人也算是未来人集团的财产 所以当江晨说起数据库授权问题时 他很干脆的直接表示 将这机器人让给了江晨 只是没想到 江晨居然提出了合作 还与他进行利润分成 对于江晨的慷慨 阿莫斯当然不会拒绝 因为根本没有拒绝的理由 出于科研精神 他做不出用别人的技术 牟利的够大 哪怕这项技术没有申请专利 只是未来人集团的企业机密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喜欢钱这东西 当然对江晨做出这样的举措 他还是非常感激的 毕竟这其中凝聚了他无数心血 要说他没有一点舍不得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未来人集团出资出技术授权 他还能占两成利润 而不承担任何风险 这毫无疑问是慷慨到了极点 至于设计生产线 对于他这个天才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难事 关于这台加正型机器人生产合作细节 我希望你能参考几条意见 不过在此之前 可以请令院回陛下吗 江晨笑着看了眼 站在客厅门口的小姑娘 阿莫斯点了点头 吩咐女儿将客厅的门关上 再次看向了江晨 是什么不方便让外人听到的事吗 你可以放心 我家米利安很懂事 不方便让外人听到是没错 可与其说是因为这个 倒不如说是因为有些难以启齿 江晨压低了声音 身子前倾凑到了阿莫斯旁边 强压下心中的尴尬开口说道 说道人工智能 机器人 女仆 这三个关键词 你就没想到成人玩具上吗 怎么可能会想到 想不到才比较奇怪吧 结果 两人差点吵起来 有统计数据表明 华国15年整体成人用品市场需求 超过500亿 从06年到16年 行业复合增长率达到30% 在所有冷门暴力行业中 位列第一 至于全球市场规模有多庞大 暂时没有可靠数据可以估测 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想 这都不会是个小数字 注意 这是在讨论市场规模 仅仅是家政型机器人 还是太浪费了 明明有人工智能 明明具以稀材质 能模仿人类皮肤触感 为什么不再在现有机器人的基础上 更进一步设计出满足单身汪门 更多需求的产品 既会家务又会煮饭 还会暖床 绝不任性 这样的女男朋友上哪找去 仅拥有家务能力的全年龄型家政机器人当然得有 但218的高仿真家政机器人当然也不能少 只不过如此一来 阿莫斯的工作量得加大了 他虽然对人体工程学有研究 但对成人用品可是没半点造诣啊 而且面部表情模拟 引入初级人工智能数据库中 关于性格以及情绪的条目 新姿势等等一系列新元素都需要设计进去 为了减轻他的工作负担 江陈提高了实验室的预算 并吩咐他组建个项目组 专门设这款还停留在概念阶段的高仿真机器人 另外在离开实验室之前 江陈向他反复叮嘱了 芯片中的程序必须经过集团提供的 风包软件进行加密处理 初级人工智能数据库 是未来人集团领先世界的核心技术之一 哪怕不久后D++编程语言会向现实开放 人工智能数据库也绝对不会放开的这么早 除非未来人集团获得新的优势 处理完这些事后 江陈回了一趟末世 带着阿莫斯设计的软件找到了杜永康 这个程序的设计者 计算机技术至少达到了C级 在对这程序测试了一会之后 杜永康捏着下巴勉强点头道 如果在战前这家伙去你的公司应聘 你会雇佣吗?江陈问道 捉摸不透元帅的意思 杜永康摸着下巴思索了片刻 谨慎着措辞说道 能力考核只是应聘指标的一部分 我战前工作的游戏公司 更看重的是员工的创造力和工作热情 这种大学生毕业设计级别的作品 至少能证明他的大学没有白读 我的部门可能会要 但也可能不要 文言 江陈不由苦笑 这要是让袁慕尼黑大学教授阿莫斯听到 自己费尽心思设计的程序 在杜永康看来只是大学生必设的级别 不知道这位年轻的被称为天才的双学位博士 会不会揪着他的脖子和他打一架 听说欧洲人无论是开会还是讨论学术问题 都有拳头交流的传统 可以把他弄到我们部门来吗 见江陈准备走了 杜永康立刻说道 你不是说他的水平只有大学生必设的水平吗 江陈翻了个白眼问道 就算是高中生也好 我们部门的人手真的不够了 至少有C级了 已经达标了 您可是答应过我们的 一有合适的人就调到我们部门 见杜永康又开始一把鼻涕一把泪找他要人 江陈二话不说 在他开始抱大腿之前闪人了 第599章 我保证 离开社区中心的时候 江陈正巧遇上了从仓库方向走来的王晴 再次向他嘱咐了下软件开发部人手不足的问题 并询问了下航天科技研究所的趋速引擎研发进展 当得知趋速引擎研究进展缓慢后 江陈沉饮了片刻后 开口吩咐道 趋速引擎的事先放一放 替我吩咐下 让他帮我把太空电梯相关技术先还原出来 太空电梯 可那东西只能在赤道建造 而且那恐怖的工程量是我们绝对无法承受的 听到江陈队的话 王晴诧异的看着他说道 光是伊甸园计划已经够劳民伤财的了 至于这太空电梯 对于现在那个来说 更是异想天开的提案 我需要的只是技术文件 我知道幸存者聚居地没有那个生产条件 见江陈依旧坚持自己的意见 王晴也没有再多做劝阻 毕竟江陈才是耐克的元帅 他只是个后勤部部长 无权过问元帅的决策 回到了别墅中后 江陈找到了正炮在实验室中的林玲 问起了那件他一直很在意的事 穿越被禁止 这可是个严重的问题 靠坐在椅子上 林玲双手抱着后脑勺认真的思考着 嘴里叼着棒棒糖 时不时发出与牙齿磕碰的声音 有眉目了吗 江陈问道 没有 林玲很干脆地说道 你能详细地描述下当时的情况吗 江陈将在卡加岩市的情况详细地描述了一遍 包括黑船组织与殖民舰的关系 以及他们企图刺杀自己的阴谋 还有突然爆发的丧失病毒 可以打开储物空间 却不能进行穿越吗 林玲手指搭在嘴边叼着的吸棍上 自言自语地念叨着 好像有点眉目了 不过这理论上可行吗 是什么 江陈立刻问道 林玲将棒棒糖拿了出来 叹了口气 走到了实验室墙边的白板旁 拿起了黑色记号笔 我记得一年前和你科普过多元宇宙理论 这是两条平行线 而你是其中一根线上的蚂蚱 能在两条线之间跳跃的蚂蚱 因为对你来说 这两条线之间存在着一扇门 两条线中间夹着一个圈 不得不说林玲的画工一如既往的烂 但这不妨碍将成理解 克雷恩粒子以你为节点 相当于你两只手分别抓住了两条线 所以能在两个世界自由移动 这个点我姑且称其为起点好了 起点 在天文学和物理学中有不同的解释 但归根结底可以概括为 宇宙中独立且有限存在存在的点 在这里发生的一切都不能被常规科学解释 或者人类的知识 经验不足以将其解释 比如在其他地方1加1等于2 但在这个点上却是1加1等于3 在这里经典物理学不适用 甚至不存在物理量 而江晨此刻的存在 正是这么一个起点般的存在 即便是清晨22世纪末最前沿的物理学知识 林玲也无法解释她为何能打开那扇门 江晨同样无法解释这种感觉 穿越两个世界对她来说就像呼吸喝水般轻松 仿佛门就在她的眼前 而她只是伸出了脚 一般人是看不见也摸不着这扇门的 哪怕是用尽一辈子的时间 然而现在却出现了一点小小的意外 林玲在代表着县市的那条线上补充了一个点 代表着那艘殖民舰 现在房间里多了一个不友好的邻居 她曾来自门的那边 经过数千年的研究或者说进化 修炼 总之她触摸到了门的边缘 总算看见了那扇她曾经穿过 却不曾见过的门 但是林玲画风一转 丢掉记号笔 手中的棒棒糖刷得指向了江晨 她依旧无法穿越这扇门 因为钥匙在你的手里 不得不说 你恐怕是这个宇宙最幸运的男人了 幸运 妈 江晨并不否认她的说法 但此刻却是高兴不起来 顿了顿 她接着说道 他们能看到门 可这和我在那段时间无法穿越 又有什么关联吗 通过特殊手段干涉克雷恩粒子运动规律 在末世这边你应该已经发现了 那些虫子对克雷恩粒子的应用掌握的简直是炉火纯青 就包括我身体里的这位 灵灵伸出手指敲了敲自己那贫乏的胸口 她发射的克雷恩粒子射线 能让几乎所有电子设备崩溃 既然如此 他们能开发出克雷恩粒子的其他用法 我并不感到奇怪 通俗点讲 你邻居的肌肉比你强壮 虽然没有钥匙他们开不了门 但却能在一段时间内用蛮力将门给拉住 不让你打开 还真是讨厌的邻居 储物空间呢 如果他们能看到门的话 为什么不把储物空间一起封锁了 江辰不解的问道 如果封锁了储物空间 在飞机上就能干掉它了 毕竟他得从储物空间中取出动力装甲或其他缓降物 直接就摔死在飞机上了 你的储物空间更像是一个圈 在两条平行线之间 独立在正宇宙之外 但又不在负宇宙之中 既然他们不在这个房间内 自然无法干涉 听到林玲的解释 江辰总算是松了口气 可即便如此 对于这场时间跨度将超过百年的战争 他依旧没有太多自信 还在进化吗 这些虫子可真是不安分 江辰叹了口气 不说这个了 你这边的情况怎么样 伊甸园工程 大概半年就能竣工了吧 哼哼 毕竟是本 林玲嘴角一脸 刚准备自夸两句 却是被江辰无情地打断了 你以为为了见着伊甸园花了我多少钱 光是材料费 就得有两亿美元了好吗 江辰狠狠地吐槽道 两亿美元的材料 不考虑市场饱和的话 如果换算成 NAC自己发行的信用点 那将是个天文数字 身为工程的发起人 林玲自然不会不知道自己烧掉了多少预算 于是尴尬地看向了一边 这个 咱们还是别谈钱吗 这可是划时代的工程业 你不能只看经济效益 你这么说似乎也没错 反正是我的后花园 以后没准我还得住里面 最后吐槽了句 江辰将手中一直提着的见面里布丁放在了桌子边上 然后向门口走去 仿佛从他的脸上看出了什么 林玲抿着嘴犹豫了片刻 在江辰将手搭在门把手上的时候 开了口 不要气馁哦 即使是掌握了门的秘密 他们依旧害怕你 那么你身上一定存在着什么 让他们感到恐惧的地方 比如江辰头也不回的问道 这需要你去发现 顿了顿 林玲展颜一笑 如精灵般的银发在越过窗檐的阳光下 散发着一丝罕见的温暖 如果可能 我想吃超级多的布丁 芒果口味的哦 注足于门口 江辰回过头 用笑容回应了他的期待 我保证 第六百张大链钢 这次江辰离开末世时 总共带走了三样东西 一台占地40平米的准实验级量子计算机 一台工业级3D打印机 100台两栖工程机器人 占地40平米的量子计算机 摆在别墅的后院里 就像是一座假山 如果不是江辰的储物空间 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 这量子计算机还不一定搬得过去 编号L0008 这台量子计算机生产于2150年 距今已有40余年的历史 被用作苏航省虚拟实镜系统子框架 为整个苏航省的用户 提供基础的虚拟实镜接入服务 之所说是准实验级 只是因为其运算力 与实验级量子计算机还差一线 但其内存和多线程处理功能 已经站在了民用级量子计算的顶端 这台计算机在战时 被保存在了特殊的避难所中 最近这座位于苏州的避难所开放 得知NAC对高科技产品感兴趣的大矿坑 立刻派出了手下的喽啰 将这座避难所给控制了起来 面对NAC的强势 大矿坑的老板也不敢坐地要价 以100万信用点的价格 很爽快地将避难所中的科学家和量子计算机 全都打包卖给了赵晨武的商队 再由赵氏集团卖给了NAC军政府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修理维护 这台老古董总算是能工作了 虚拟实境网游的运算量很恐怖 目前运行在未来人大厦最底层的量子计算机 但是附在神级大陆的运营就已经够呛了 为了构建虚拟实境网络 江晨需要的量子计算机数量将是一个天文数字 根据江晨的指示 目前27号避难所已经将40%的科研指数 分配在了对量子计算机技术的还原上 除了正在研究中的重型电磁箭炮外 这已经是优先级最高的科研项目了 这台量子计算机的运行 将标志着未来人集团的虚拟实境业务 具备了向更广阔的领域拓展的硬件条件 同时也标志着科罗岛的电网又得吃不消了 至于那台工业级3D打印机和100台两栖工程机器人 江晨有别的用处 自从星环贸易的守护及护卫舰开进苏鲁海 当着美国的面胁迫菲律宾承认摩洛国独立之后 新几内亚对这个强大的小邻居的态度 立刻恭敬了起来 原本新几内亚政府对于星环贸易这个半军事公司 在自己境内增加影响力还持警惕的态度 地方政府对于未来人集团在境内的投资也非常的不配合 他们欢迎未来人集团的钱 但并不欢迎未来人集团的人 现在他们不敢不欢迎了 宗主国澳大利亚并不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安全感 就连美国也做出了让步的新国 究竟掌握着怎样的底牌 新几内亚总理不知道 所以他采取了保守的策略 至少他们目前没有表现出敌意 他们在新几内亚的投资确实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给当地人带来了实惠 至于重工业对环境的污染 换成谁来开工厂 一样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至少在他们图谋不轨之前 别激怒这个无国界的独裁者 万一这次他们支持新几内亚丛林里的十人族建国呢? 中午江城乘坐私人飞机抵达了新几内亚北部的瓦尼墨港 在这里见到了BHP矿业集团的董事长卢克乔伊斯 一千千万吨铁矿石 两千万吨铝矿石 谢特 你确定没有多填了一个0? 刚一见面还没打招呼 卢克便逮着江城问了起来 这只是第一批货 我记得我们的协议中总共有五千万吨 对于卢克眼神中的怀疑 江城只是淡淡一笑 没有做任何解释 两人前段时间发生过一段不愉快的事情 BHP集团向蔚来人集团派出商业间谍试图窃取海底采矿技术 而江城的幽灵特工淡掉了他们雇佣的全部老鼠 不过站在这里 两人确实都不约而同没有提起那件事 就算造航母也用不了这么多钢铁 航母? 谁说我要造那玩意儿? 江城哈哈笑道 你究竟想干什么? 卢克皱眉道 商业机密 面对卢克的追问 江城神秘地说道 江城那神秘的表情挠得卢克心里直痒痒 然而这东方人丝毫不打算透露任何情报 却也让他无可奈何 按照当初在罗斯柴尔德加晚宴上的约定 未来人矿业在深海采矿技术上做出让步 而BHP集团则以80%的市场价 向未来人集团供应最大5000万吨矿石 3000万吨矿石打八折 这已经接近BHP集团部分矿石生产的成本价了 虽然赚不到多少钱让卢克有些肉痛 但想到那些积压已久的矿石库存 它也就释然了 总共3000万吨矿石 被华国远洋集团的轮船和集装箱 源源不断的拉进瓦尼墨港 送进新几内亚北部的钢铁厂 钢铁厂的锅炉昼夜不息的运作 铁厂的工人三班倒的在生产线上干的热火朝天 在未来人集团的高级工程师的指示下 将那成批的钢铁铝材加工成指定的形状 早在上次江城从德国回来纳惠尔 这些钢铁厂便陆续投资再见了 截止到上次新国副总统外交访问新几内亚 未来人矿业在新几内亚北部行省一共拥有10座大型钢铁厂 总共2.7万名新几内亚工人为未来人矿业工作 这简直快赶上新国的总人口了 以钢铁厂为核心的工业明显带动了瓦尼墨港的经济 未来人集团开出的加班费很高 在钢铁厂工作的新几内亚人成了最先富起来的那批 有钱了自然要得消费 饭店 超市 酒吧 商场甚至是电影院 这些原来瓦尼墨港的平民们想都不敢想的设施 竟是如雨后春笋般的冒了出来 那些低矮的红砖土房被一座接着一座的推倒 换成了星环贸易成建的水泥房 公寓楼 甚至是别墅 这些土地都是瓦尼墨港市政府卖给星环贸易的 这些尝到了甜透的官员 恨不得将全市未开发的土地都拿给星环贸易的人去承包 至于中央政府对星环贸易的警惕 愈发严重的污染 谁在乎 新几内亚的城市在现代化之前 本来就是各个部落的原始统治 发展到现在 地方政府依旧拥有着高度的自治权 呈现几何是增长的地方税收 已经让市长乐得合不拢嘴了 自然不会去再去想找未来人集团不自在的事 好的企业能盘活一座城市 这句话在未来人集团身上得到了完美的诠释 一箱箱的工业制成品被卡车拉到港口 再装上航向安家岛的轮船 如一条从新几内亚通向新国的血管 形成了一道当地人习以为常的风景 这些货物以部分被送往安家岛的装配厂 拼装成加正机器人和MIX一电池 而绝大多数的货物却被拖进了一座半封闭式的仓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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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